第241集 接下来的时间里 她慵懒地靠在沙发 端起咖啡 轻轻抿着 而电脑里 叮叮咚咚的信息回复 就没停过 最激烈的时候 甚至一秒钟 有好几条信息回复 女王开心地想 哈哈 如我所料 热度报表 我的帖子肯定能被制定 再过半个月 我的积分就累积够了 到时候 便能申请当论坛管理 等她不紧不慢地 喝完咖啡 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 女王这在放下杯子 刷新帖子查看回复 论坛已经炸锅了 帖子被管理员 飙红置顶 来日方长说 假的吧 楼主你这样 蹭柔度片回复过分了 你至少编一些靠谱的 比如李显宗 再次偷袭原始天尊 但机智的原始天尊 又一次逃脱了厄院 襄阳说 楼主可能是原始天尊的粉丝吧 发小作文 替挨头挽回形象 顺便给咱们官方的同事们 提提事件 冰狼家烟 法力无边说 确实 太夸张了吧 从第一关到第三关 全是原始天尊的功劳 喝着你们这些队友 都是废物吗 我怎么没有遇到过 这么牛叉的队长 毕竟连续通关两个S级的人物 比国宝还珍贵 我没遇到过很正常 正常之一啊 不许误喷 后续的十几条回复 都在质疑帖子的真实性 直到更多的人 发现这条帖子 加入讨论 一些和女王比较熟悉的网友 开始回复 小猪乔治说 首先呢 女王不是原始天尊的粉丝 她连四公子都不粉 别说原始天尊了 另外啊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不会为了热度 写这种小作文骗人 但是话说回来啊 如果帖子内容是真的 那我今天啥事都不干了 准备网上吃瓜 多情的珍妮说 我记得女王上星期 发帖子说过 距离下副本的时间 越来越近了 个人感觉 她说的是真的 卧槽 那这件事闹大了 真的有好戏看了 原始天尊牛批啊 寡人有吉说 或许我的问题 不该现在吧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 被寡妇诱惑那场那啥 指的是金针刺破桃花蕊 寡妇漂亮吗 水灵吗 大家别误会 我也快进临境了 想做个学术性的研究 意见不同的两派争论不休 把帖子热度推向高潮 然后 松海分部的灵进行者问询 纷纷下场 李东则说 我的天哪 你们队伍里没有其他抢手了 真是原始 干掉了李显宗 哦 我的上帝啊 我的上帝啊 我激动的想一棍子 打爆你的狗头 王妃说 我记得这人 不是原始天尊的上级吗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还不知道 那帖子的内容 就很让人怀疑了 白龙说 帖子内容真假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原始确实会在近期 进临境 而且是多人临境 我们昨日还讨论过 青藤说 女王不是松海的 她不可能知道 原始近期会进临境 帖子多半是真的 不然哪有这么巧 她是怎么做到的 太让人惊讶了 太不可思议了 拳王说 该死 我卖了五百万 都原始和李显宗 无误开 血泵无归了 有了松海分部的同事 参与讨论 质疑的声音顿时平息 众人一边讨论 一边坐在电脑前 刷新着资料库的攻略 阴阳镇属于 超凡阶段副文 超凡境的官方行者 都能搜索到 哪怕权限不够 无法查阅 但搜索是没问题的 时间来到中午 论坛管理员 亲自发了一条帖子 标题是 原始天尊和李显宗 相遇于阴阳镇 李显宗拜王 轰动了官方论坛 华语酒店 谢灵溪兴奋地 刷着官方论坛 她已经坐在电脑前 刷了一个上午了 虽然因为是非官方人员 无法注册账号 无法留言发帖 但只要浏览那些 讨论原始哥哥的帖子评论 她就已经很兴奋 很满足了 不愧是我欣赏的男人啊 这么快就报仇雪范了 我就说嘛 以原始哥哥的潜力 怎么可能栽在李显宗身上呢 谢灵溪满足地滑动滚轮 沉浸在漫天如雨的讨论中 官方的那些临近行者 今天之前还指点江山 点评原始哥哥和李显宗的差距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现在一口一个 天尊他老人家 没脸没皮 原始哥哥人气越来越高了 邪恶组织对他的悬赏 肯定会提高 那个请叫我女王 好像是我们散装生的 一口一个 爱死原始天尊了 真让人讨厌 这时女助理捧着手机过来 低声说的 小姐 家主要跟你通话 谢灵溪目光不离电脑 淡淡说 我妈说 因为她的教导 我已经跟原始天尊 恩断义绝了 什么 阔音器里传来 中年男人愤怒的声音 灵溪你 你怎么如此糊涂 爸 这不是你的意思吗 我 电话里的男人 噎了一下 语气转揉水 灵溪 能挽回吗 我可以试试 但是 爸 你得大出血了 准备好两件道具 一千万现金 石井农家乐 雪亮的灯光滑破黑夜 白色的轿车 停泊在农家乐的外头 五官艳丽的小圆阿姨 停车熄火 打开车门 站在车边 看了一眼黑夜中灯光灿灿的农家乐酒店 他今天穿了一条浅色牛仔裤 黑色背心和女士重缝衣 长腿圆臀细腰大胸 成熟诱人的身段 勾勒得淋漓尽致 石井农家乐是他熟悉的 另一个邪恶职业聚集的黑市 前阵子刚得知 天灵灵的那个黑市 被人一锅端了之后 满地的碎尸 发臭的都没人管 最后还是常去地下酒吧的邪恶职业 发现了现场 最后打电话通知治安署 官方这才赶来收场 经过了一套严密的审核之后 小圆阿姨进入农家乐 穿过酒客俊杰的大厅 在一道道惊艳的目光中 来到农家乐的后院 见到了这里的主人 农家乐的主人 是一个穿着朴素的村妇 乌黑的头发里掺杂银丝 四十往上的年纪 正坐在后院的井边 赤做豆皮 中年妇女抬头看来 然后又低头继续做事说 小圆哪 你很少来我这里 这几年都在做什么呀 中年妇女是灵能会的成员 曾经是小圆的领路人 对她颇为不错 但因为彼此理念不合 小圆没有加入灵能会 对这位领路人 一直心怀愧疚 很少来找她 小圆淡淡说 在一家宾馆打工 燕姐 我过来买些情报 中年妇女没有回应 继续制作豆皮 小圆说 我想要李显宗的情报 她最近要做的事 潜藏的区域等等 越详细越好 她收集李显宗的情报 是为卖给原始天尊 这家伙还欠着她钱呢 钱没有还上 可不能被李显宗给收割了呀 中年妇女低头做事 没必要了 小圆皱了皱眉 什么意思 李显宗在副本里 被杀了 什么 第242集 这个消息让小圆猝不及防 随着灵境行者死于灵境 就像是将军阵亡于沙场 再正常不过了 但此刻听来 还是觉得荒诞滑稽 这么强一个天才 就这样死了 原始天尊的运气 也太好了一点 小圆臣引说 是兵主教传出来的消息 不 是五行盟 中年妇女终于抬起头来 甩干净手 正色说道 五行盟论坛里的消息 原始天尊和李显宗 进了同一个副本 兵主教那位天才 被宰了 小圆呆住了 中年妇女不及不徐地说 原始天尊的悬赏又进了一步 排第四了 奖励非常丰厚 你要是缺钱的话 可以试着猎杀他 松海和金山是不远 唉 官方出了这么一个天才 很多人都睡不着觉了 都怕再出一个傅清阳 他说完 审慎着呆愣的小圆 眉头悄然一皱 唉 怎么了 这家伙 小圆回过神来 深吸一口气 随口敷衍 哦 知道了 有机会的话 我会猎杀原始的 卧室里面张元清睁开眼 日落西斜 残阳如血 时间是下午六点半 他身材奕奕地睁开眼 只觉得浑身充满力量 恨不得拳打修罗脚踏元帅 一嗓子后退太医门主 状态前所未有的好啊 穿上拖鞋 来到客厅 厨房里传来外婆翻炒食材的声响 张元清嗷嗷叫着 外婆 我饿了 你快点啊 外婆丝毫不搭理他 张元清跟外公打了个招呼 回到卧室 他拿起手机 把飞行模式关闭 翻看未读信息 关雅在中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说攻略他已经写完了 并盯住他好好休息 张元清退出聊天软件 迫不及待地打开官方论坛 看见全是吹捧自己的帖子 瞬间心情愉悦 挑起嘴角沉浸其中 不知不觉就过了半个小时 女王很失去嘛 主动帮我人前显胜 人类果然需要显胜啊 人前显胜能排解苦闷啊 吃过晚饭 张元清回到卧室 坐在书桌边 在物品栏里取出 阴阳散人的修道路 与三道山娘娘 剩余一个时代的人物 留下的笔记 不知道会记载着什么隐秘 说不定能解开灵境的隐秘 哪怕只是一部分 张元清小心地翻开 发黄发脆的书皮 翻开书皮 这本修道路纸张呈现浅黄色 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霉味 字迹工整地写着 水火之道在于平衡 化水火为阴阳 方能吸成师门的寒冰炼火诀 入门三载 无钝无矣 又是修炼的 张元清挑了挑眉 上次看到这样的描述 是在山神庙 那个趴尖怨灵留下的手渣里 提及过一些修行历程 吐纳修行 画符等等 明代的各大职业 是靠修炼来提升的 而不是依靠角色卡 也可能是灵境的背景设定而已 阴阳散人这些人都是NPC 就像王婆和徐寡妇 魔军就走过这条路线 他当时应该有杀死他们 但后来刷新了 除非能够证实 阴阳散人真是存在于 过去的历史中 这么想着 张元清打开手边电脑 登陆官方资料库 查找阴阳阵 可是除了寥寥几篇攻略 官方资料库里 没有关于阴阳阵的信息 连三道山娘娘庙都有手路 而百姓定居的镇子 资料库里却没有 官方是废物吗 怎么搞的 张元清下意识地骂出声 随即愣了一下 我怎么突然变暴躁了呀 张元清沉吟几秒才反应过来 阴阳法袍其中一个代价 那就是情绪反复无常 克制克制克制 他深吸一口气 阴阳散人是明代的人物 但已经死了 就我目前了解的 明代还活着的强者 可能救老帮子了 他继续往下看 因为是繁体字的缘故 阅读速度较慢 看了十几分钟 大概了解了阴阳散人的背景 他出身一个叫水火教的门派 开派祖师是宋氏的神仙人物 该门派在中原颇有地位 但门中弟子数量极少 并非门派不想广照门徒 而是具备修行资质的人太少了 阴阳散人提到一个概念 天地有变 能成者寥寥 这和妙筑的说法差不多呀 千年兴衰之密 张远青连忙往后返 但怎么都找不到 天地有变的原因 忍不住骂娘 大概阴阳散人 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吧 另外 张远青还注意到 据阴阳散人自称 像他这样修成 寒冰炼火爵的弟子 在门派中凤毛麟角 是精英中的精英 水火同体嘛 按照临近行者的概念 就是身兼两大职业 这在临近行者里是不可能啊 如果五星盟友人 同时拥有两大职业的能力 我肯定会听说啊 除非保密了 是因为修炼导致的特殊 他一边思考 一边阅读道路 吴修成寒冰炼火爵后 修为日渐精进 称雄中原 后踏足北径 寒逢对手 后南下挑战各派宗师 连战连结 吴文松府三道山 有一道友 闪呼风唤雨 抓鬼降魔 炼丹制服 遂前往挑战 惨败而归 心灰意冷返回师门 将此事告知师长 师长韩孝曰 师祖亦然 第二百四十三集 三道山 这说的是老帮子吧 肯定是老帮子 老帮子势力这么强吗 以后在灵经里遇到了 我得考虑什么样的贵姿 更能体现诚意 张元清暗暗自哑 一秒之后 忽然意识到不对劲 把视线集中在 祖师毅然四个字上 阴阳散人师父的意思是 你师祖也被老帮子做过 水火叫的祖师是宋代人物 老帮子做过的 也就是说 老帮子的年纪 大得离谱 三道山娘娘这个身份 不过是他晚年的一个马甲 张元清不得不重新评估 老帮子的实力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修道路越翻越薄 后续的内容是阴阳散人 游历修行的一些感悟 掺杂着土纳法的药爵 经络的分布等等 反正张元清没看懂 让他意外的是 阴阳散人游历过程中 结交了很多正邪两道的朋友 对 邪道的朋友指的是邪恶职业 对于那些邪恶职业的朋友 散人的评价是 豪爽游侠快意恩仇 阴阳散人看起来 不像是三观不正的人 结实的邪恶之夜 是类似小元阿姨那样的什么 话说 看了他的大半生 正邪两道 好像也不是水火不容 不像现在的邻近行者 敌对阵营见面就开打 恨不得闹江子打出来 张元清快速翻页 对游历的见闻不太感兴趣 值得一提 阴阳法袍是他在某次游历中 于一座古墓中得到 自从有了阴阳法袍 他便开始自称阴阳散人 又去了一次三道山挑战老帮子 还是惨败 阴阳散人从此躺平 整日喝酒吃肉 呼朋饮半 遇到不平事出手管一管 遇到狗官顺手取人头 当进入阴阳散人晚年 这祸开始想要长生了 感慨时运不济 生于天地大变的时代 虽然年纪越大 长生的执念越重 修道路也不再讲修行了 而是整日分析长生方案 甚至动了用婴儿精血为引 尝试炼制不死药的年头 幸好急事悬崖勒马 但长生的执念越来越重 看到这里 张元清心里一领 之前他觉得 阴阳法炮的代价不算严重 毕竟长生嘛 是个人就想长生 也不算代价 如今看来 看到阴阳散人想长生 想了几乎疯魔 他才意识到代价的严重性 有一天 阴阳散人听说三道山娘娘与话 大受刺激 在修道路里面写下 清国家人竟也难逃岁月 乌虎哀哉 再之后 阴阳散人便建立了阴阳阵 长眠于不死的美梦之中 修道路看完了 信息量有点多呀 张元清捏了年眉心 整理消化着收获的信息 老邦子的年份 比我想得要久远了 实力强得可怕 明代式的邪恶职业和手续职业 彼此的关系算不上和睦 但也不是必分生死 明代的职业 提升方式是修行 而不是角色卡 如果确认阴阳散人和老邦子 是真实存在于历史的人物 那我对灵静的认知 就要变一变了 当我认识的NPC里 活着的就只有老邦子 不 或许不用亲口问他们 我有办法证实 张元清暂且把这个问题 压在心里 收好修道路 接着 他打算体验一下 心血的技能 神游 这个念头产生的瞬间 张元清莫名地急躁起来 想立刻尝试 谁都不能阻拦 北方 烟省省会 某高档小区 带着运动头戴的年轻人 大大咧咧 坐在高背椅上 在他的对面 是松软的大床 上面躺着一个 手脚被捆住的中年人 秃头 啤酒洞 胸口长着浓密的黑毛 额头大汗淋漓 神色惊恐 嘴里塞着厚实的毛巾 中年人嘴里 呜呜不停 眼神充满了恳求 柔弱可怜的 如同小狗 年轻人笑咪咪地说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真像一条 摇尾起怜的狗啊 他起身走到床边 从腰间抽出一把 锋利的水果刀 中年人 挣扎的动作 一下子激烈 安静点 我说 你听 年轻人瞳孔 亮起星红的光 中年人 一下子呆住 年轻人坐在床边 拔弯着水果刀 笑咪咪地说 我这人最讨厌 不叫而住 杀你之前 先跟你说说理由 好让你死可明白 第一条 接受全色交易 低良违娼 第二条 充当黑恶势力保护散 掩盖其杀人罪行 第三条 他语气温和地说着 林林总总 说了十余条 当他说完 床上的中年男人 已经僵直不动了 这就不行了 看吧 连你自己的良心 都过意不去 年轻人拍了拍 尸体的肩膀 温和说道 下辈子别做人了 他起身离开床边 来到窗前 推开窗户 呼吸着夜晚出来的风 俯瞰满城灯火 满足地叹息一声 啊 世上顿时变得美好了 人性是丑恶的 有人的世界是肮脏的 所以 这个世界需要清醒 这时 手机铃声响起 年轻人摸出电话 两个手指头夹着 高高掉在眼前 另一只手伸出指头 接通来电 银月 什么事 莫言 你玩够没有 速回总部 直杀公主 在北京杀了我们不少人 他很擅长隐蔽 我需要你的眼镜 电话那头的声音 响亮而暴躁 年轻人微笑说 注意你的语气 你一个神将 敢跟我这么说话 我注意你马拉戈壁 电话那头的人更加暴躁 破口大骂 你们四大天王 全都有毛病 排第一的傻逼 整日高喊着要自由 找不着人 排第二的居然跟我说 要下战铁 挑战直杀公主 他不应战就不出手 排第三的杀胚 又恰好进了灵境 我们八大神将 倒是能宰了那贱人 可找不到啊 第二百四十四集 年轻人挠挠头说 这样啊 行吧 你知道我的规矩 先给我一个杀他的理由 杀人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吗 他在猎杀我们组织成员时 误伤了两个平民 算不算 算 我现在就过去宰了他 你他妈就是个神经病 你到底是手续阵营 还是邪恶阵营啊 不 你们四个啊 全是神经病 银月神将骂骂咧咧了一句 话锋一转 说道 李显宗死了 魔眼天王眉头一挑 脸上笑容消失 怎么回事 在副本里遇到原始天尊 被宰了 魔眼天王脸上恢复笑容 勾起嘴角 这样啊 那等我宰了指杀公主 就去松海收集杀原始天尊的理由 张元清飘了起来 距离天花板不到十公分 低头看去 肉身静静地躺在床上 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二十分钟不回归 我的肉身就会彻底死亡 张元清心有所悟 当即速度极快地飘出房间 穿墙来到客厅 它现在的状态很奇妙 漂浮和控物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这意味着 它能在灵体状态中使用道具硬底 比如拿刀拿枪 另外 灵体的力量就是太阴之力 它依然可以施展夜游和笑月 但不能再打开物品栏 不过总体实力比本体差了一些 优点是 灵体状态的它免疫了物理输出 但异常害怕精神类的攻击 思考的过程中 张元清飘进外公外婆的卧室 两位老人已经进入梦乡 他改变路线 撞向墙壁 来到小姨的卧室 垂着粉色帘子的窗边 小姨穿着轻薄的睡裙 助力在窗前 沉默地眺望着夜景 床头柜丢着他脱下来的黑色蕾丝纹胸 尺寸不小 江玉儿脑袋微不可查测了测 突然施展腰肢 嘀咕说道 好困啊 睡觉睡觉 张元清看着他钻入被窝 闭上眼睛 脸蛋甜静柔美 圆润乖巧 将来不知道哪个男人 能天天看着这张睡容吗 他端详着小姨的睡脸 心说 灵体是可以附身的 附身到小姨身上 试试 转念一想 哎呀 那人家做实验好像不太好 当即一头扎入天花板 来到楼下的住户家里 楼下的是一对 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小夫妻 张元清刚传透地板 就听见嘎吱的摇床声 以及掩盖在薄被之下 不太明显的鼓掌声 寻声看去 看到两具交叠的肉体 我操 来得不是时候啊 这还怎么附身呢 现场观摩小污片的他 无奈放弃 这时 他听见碰撞声一下家具 进而平息 起起伏伏的薄被也停了下来 接着传来妻子的抱怨声 怎么又这么快啊 这几天加班有点累 你上次也这么说 烦不烦呀 睡觉吧 明天还要上班呢 老哥呀 你需要持久者喷雾 来重拾男人自信呢 大家楼上楼下的 给你打巴掌 张元清灵体上符 回到小姨房间 这一次 他目标明确地 进入隔壁的舅舅家 来到主卧 舅舅和舅妈没有睡 一个敷着面膜看综艺 一个捧着手机看说唱视频 时不时嘴里来几句单鸭 单鸭也算鸭 你看这个园子 吃着这呼呼的包子 一副傻呼呼的样子 舅舅脑袋忽然垂了下去 又立刻抬起头来 望向身边的妻子 郑重其事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园子 好一点 舅妈目光不离平板 我们不对他挺好的嘛 我指的是经济方面 应该多给点零花钱 虽然我妈会给他钱 但咱们做救去舅妈的 也得多给点 哦 那我每个月 也给他几千吧 舅妈满不在乎地说着 舅妈真好 不 老婆真好 舅妈注意力 不在舅舅身上 也没在意口误 看着综艺 勃屑地说 你说你那个大妹妹 这些年只知道赚钱 什么时候操心过园子呀 家长会从来不去 学习从来不管 他这个没爹的孩子 在学校天天被人欺负 也不管 还得你去学校闹 动不动甩儿子一把钱 以为很了不起 我呸吧 就他那点钱 屁都不是 舅舅一脸尴尬 你少说几句 那毕竟是我妈呀 舅妈叹息说 你看园子这些年 宁愿陪你跳舞 都不要他的钱 这孩子当年刚来的时候 才读小学 可小心翼翼了 逢着你不在 他就来讨好我 生怕我讨厌他 在家里住不下去 对你爸你妈 也小心翼翼的 那会儿跟外公外婆 还不亲近嘛 小小年纪 就学着寄人篱下 我记得 玉儿小时候也这样 所以他俩从小就亲近 说完他看见老公 眼神黯然 舅妈察觉到不对劲 哎呦 这可不像你呀 心说 这时候你应该来一段脱口秀 比如有我这个舅舅羊 有妈没妈都一样 都一样 睡觉睡觉 舅舅放下手机 拉上被子 四日张元清戴着口罩和鸭舌帽 来到单位 登上二楼 他扫了一眼办公去 静止来到关雅面前 说 关姐问你个事啊 关雅已经用稀疏的生命原液 修复了副本里面受的伤 手指灵活地转动圆珠笔 笑着说 是女生喜欢长一点 还是短一点 或者是粗一点 细一点 张元清无奈说 你别这样 歪指这个孩子 关雅眨眨眼 我有说什么吗 我以为你要问的是高跟鞋啊 张元清咳嗽一声 把话题纠正回来 我听谢灵溪说 夏侯家的老祖宗 是第一批灵清情者 他活了多久啊 第一批灵清情者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第二百四十五期 关雅转动的笔一下停住 宝涵深意地看他 为何问这个 夏侯家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你不用担心 准确地说 夏侯家的其他派系 也许恨不得找你把酒言欢呢 张元清也宝涵深意地看着他 我就是想知道 关雅沉吟片刻 低声说 跟我来 他从半公椅上起身 踩着高跟鞋啪哒啪哒 走向洗手间 啊 要去洗手间里说 夏侯说不是更好吗 张元清看了一眼 低头做事的王太 迅速跟上老司机 两人一见一后来到洗手间 张元清关上门 关雅双手抱凶手 现存的灵境世家老祖宗们 包括官方的五位盟主 都是第一批灵境行长 哦 咱们白虎兵中的元帅不是 第一批灵境行者 诞生于清末明初 张元清脸色一变 他沉默了很久 念念眉心说 原来如此 关雅的回答解开了 困惑他许久的疑惑 灵境行者不是自古就有 角色卡出现于近代 也就是说 古代如果有各大职业 那他们的提升方式 确实是依靠吐纳修行 山神庙的守闸 阴阳散人的修道路 里面的内容并不是 灵境虚构的背景 古代人真的是这样修行的 老邦子和阴阳散人 是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大大提高了 另外 这就能够很好解释 角色卡这超前概念了 甚至 灵境还可能存在版本更新 最初的版本 没有那么多的属性 关雅打量着他 笑着说 这件事是机密 官方对外的宣称是 灵境自古有之 我是因为家族关系 才了解其中密心 正常来说 我是不能告诉你的 你记得保密啊 谢谢关雅姐垂青 以后我就是你的舔狗了 她的意思很明白 咱们关系好 所以我才告诉你 关雅咯咯笑着说 怎么舔 张元清心里孤怒 现在就可以舔呢 关雅刹车一踩 收起笑容 正色说的 你是不是查诀出什么了 张元清低声说 你不觉得 道德值的存在 很不合理吗 这个世界的本质 是弱辱强识 从古至今 人类建立部落 王朝和政权 这些组织制定了秩序 本质上还是强者为尊 因为这些组织足够强 所以他们制定了规则 道德值的存在 就是规则的一部分 那么 上面必定有强者 所以 林静根本不是超自然现象 而是人为创造的 关雅仔仔细细地打量她 眼神里透着一个女人 对男人的欣赏 不错 很敏锐 你才成为林静行者 两个月不到 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更多的人 不会去思考这些 与己无关的事 就算有过疑惑 也不会深究 选择随遇而安 随波逐流 张元清接着又把 三岛山的手渣 阴阳散人的凶道路 告诉了关雅 关雅眉头紧皱 这个我倒是没有听说过 但很合理 你觉得 天地有变是什么意思 张元清摇摇头 关雅姐 你怎么突然没脑子了呀 这个问题层次太高 生于那个年代的 阴阳散人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啊 没脑子怎么了 你用意见 脑子虽然是好东西 但你胸这么大 没有也行 张元清说 长这么漂亮 没脑子不是更好吗 关雅翻了个白眼 哼吧 就当你夸我了 我的意思是 既然天地有变 修行上限降低 那为何到了现在 突然又可以修行了呢 因为灵静出现了 关雅汗手 那灵静是怎么出现的 这个问题层次更高 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 推敲出一些东西 比如 是谁创造出了灵静 以怎么样的方式 创造出了灵静 创造出灵静的目的是什么 老孙记的三个问题 让张元清陷入沉思 大概十几秒后 他缓缓说道 首先创造灵静的 肯定不是明代的那些人 他们如果有这个能力 就不会受限于末法时代了 阴阳散人的修为 在当时就已经是 数一流水准 而他一样要叹一声 呜呼哀哉 而像老帮子这样的 深藏不露的隐世高人 一样被沦为灵静的一部分 细思极恐 关雅一愣 末法时代 这个说法不错 哦 在有生的紫禁的小说里面 听来的 张元清继续分析 我觉得 与其思考 以什么样的方式 创造灵静 不如思考 那种存在是 怎么逆转末法时代的 甚至 关雅姐 你觉得末法时代 会不会跟那种存在有关呢 继续说 至于创造灵静的目的 我有两个思路 一 可以从灵静行者身上 着手研究 二 解密研究灵静 张元清 顺着这个说法 继续深入 比如 灵静行者 有什么一致的 共同的走向 或者任务等等 制造灵静行者 总有目的的吧 我的思路是 阵营对抗 关雅眯起眼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古代的手续阵营 和邪恶阵营 似乎没有强制厮杀的人物 更多的是 手续职业者 看不惯 邪恶职业者 故而出手 承恶 而灵静行者之间 阵营对抗 有声望奖励 有道德职奖励 副本中 还有阵营对抗 尤其后者 是强制性的 当然 这只是我的猜想 没有实证 你小子知道不少 是那本 《夹子修道路》里 记载的 万雅姐英明 瞒不过你 我继续第二个 解密灵静 我所知的 所有信息 都源自灵静 其实 灵静副本 给出了很多 隐晦的线索 道具的备注 也是如此 总出现一个 不可描述的存在 伟大至高的存在 等等 怎么说呢 总觉得 灵静并不反感 我们去解密的 关雅微微汗手 还记得 李淳风说过的话吗 超凡阶段的副本 背景是 现代和明代 也就是说 圣者阶段 主宰阶段 会有其他的 时代背景 而那些 更远古背景的 灵静里 又会潜藏着 什么信息呢 这些东西 张元清无从猜测 但他忽然意识到 关雅的意思了 心中一惊 你的意思是 五星盟高层 很可能已经 参透灵静的秘密了 至少知道的 比我们多 简聊得差不多了 他板着脸提醒说 这些事 不要往外传 谁也别说 包括时差 等张元清点头 他笑咪咪地说 真乖 对了 我刚才有跟女王聊天 他告诉我一件 有趣的事 有趣的事 前阵子元庭 被孙长老抓走了 打那以后 太医门的论坛 聊天群 就很少有人敢说 孙长老糊涂 但昨天开始 这个梗又死回复然了 关雅一边往外走 一边笑着说 这次孙长老 恐怕都压不住啊 你在副本里 击杀李显宗 影响太大了 第二百四十六集 办公去 李东泽从里头出来 探头看了一眼 没见到关雅 就问道 阮石怎么还没来 王太 关雅去哪了 王太头也不抬 语气平静说 两人鬼鬼祟祟 去了洗手间 啥 李东泽怀疑 自己耳朵听错了 王太重复说 两人鬼鬼祟祟 去了洗手间 已经十几分钟了 哦 我的上帝啊 这两人 这两人是什么时候 好上的 是阴阳镇的共患难 让他们突破了 封建礼教的束缚 这时洗手间的门打开 关雅和张元清 一歉一后地走出来 张元清抬手打招呼 时长 李东泽处置手杖 沉胜说道 傅白副长刚才通知我 如果你来了 记得立刻去傅家弯一趟 白副长找我 张元清嗷了一声 那我现在就去 李东泽微微汗手 看一眼回到座位的关雅 又看向张元清 缓缓说 我们的工作向来比较自由 没有突发情况时 散漫些也无妨 所以是不缺时间的 治安署外就是酒店 下次不要这样了 说完 他拎着手杖 大步返回办公室 张元清一脸地茫然 啊 什么 他在说什么呀 京城四合院 槐树下 孙长老唐在摇椅上乘凉 微风袭袭 树影摇曳 槐树的枝叶 沙沙作响 传来孩子们清脆的嗓音 爷爷 爷爷 脚步声从院外响起 清脆的嚷嚷立刻停止 黑衣中年人 跨过门槛进入院子 在摇椅前停下来 弓声说道 孙长老 园厅已经在集训 熬满十天 他已经知道错了 孙长老摇着蒲扇 微微汗手 啊 呃 园厅修行得如何呀 啊 各封面能力 都有极大的进步 或有望参与六月的杀戮副本 嗯 不错 孙长老半眯着眼 缓缓说道 老夫把他送去集训营 那是为了再陪他 中年男人立刻说 孙长老 良苦用心哪 十天已满 让园厅回去吧 哦 对了 这几天 可还有人 敢编排老夫 这个问题 孙长老最近 颇为重视和关注 后来有了园厅 在集训营苦修的视频 杀鸡锦猴 他一门再无人敢 调侃此事 孙长老便 渐渐不再关注 但出于习惯 每天一问 这 黑衣中年人迟疑了一下 孙长老瞬间睁开眼 一改慵懒姿态 目光锐利 冷笑说 哦 还有哪个胆大包天的小崽子 编排老夫 所有人都在编排你 歪风邪气 死灰复燃了 孙长老豁然起身 摇以嘎吱作响 又惊又恐 怎么回事 啊 是这样啊 原始天尊前日 进了阴阳阵 在副本中 遭遇李显宗 中年人 把两人的恩怨 一五一十地 告诉孙长老 最后总结说 门中同僚都认为 原始天尊 是难得一见的天才 说不定 能成为第二个父亲娘 所以 所以孙长老糊涂啊 孙长老堂堂主宰 自不会关注 两个小辈的冲突 此刻盯得是目瞪口呆 心说 老夫多日来的努力 竹篮打水 一场空了 混账 孙长老怒拍摇以扶手 喝道 多留原停十天 训练力度加倍 每日发一份视频到论坛 十天后 再有人敢编排老夫 老夫 一个一个地算账 中年人攻身退下 傅家湾别墅书房 一身白色西装 五官如客的傅清阳坐在书桌后面 望着心腹下属说 你现在已经三级了 可以直接升任队长 目前康阳区没有队长职位空缺 按照规矩 只能等 但你和其他人不一样 狗长老同意为你再建一支官方小队 你可以自由挑选一位下属 剩余的人 则要自行招揽 张远青立刻说 我要官雅 傅清阳眉毛一挑 眼里闪过危险的光芒 哦 为什么是官雅 当然是因为官雅能力强 办事效率高啊 难不成是想当你姐夫吗 张远青心里吐槽 说道 白副长 你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 等过了六月份 我就是直视了 到时候 您直接把二队交给我就好了 傅清阳很罕见地露出笑容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就等你通关杀戮副本 晋升圣者 到时候 已经是长老的我 可以任命你为康阳区执事 坐在我现在的位置 张远青一愣 差点没反应过来 先说 您是不是拿错剧本了呀 您不应该表示无语 然后告诫我 不要好高无远吗 傅清阳看了看他 淡淡说道 你是我欣赏的人才 我承认你可以和当年的我比肩 像我们这样的天才 又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呢 我错了 和你相比 我简直太谦逊了 张远青大声说 白副长说得对 但我认为 白副长您错了 傅清阳皱眉 哪里错了 我自认比起白副长 而差了很多的 应该是像我这种 险些能与白副长比肩的天才 傅清阳笑了起来 此事暂且不论 还有一件事 昨日虎夫已经送到松海了 大体检今天开始 各区轮流进行 康阳区是在后天 大体检终于到了 张远青心里本能一脸 知道了 傅清阳点头 你先回去吧 这两天好好休息 等张远青离开 林军又敲开书房的门 这位太医门主的子嗣 踩着人子托 穿着宽松气氛裤 头发凌乱 一副散漫的姿态 林军在酒柜里 挑出一瓶酒 说 孙长老刚才联系我 他让我转告你 大体检的时候 记得问一位原始 他到底是不是 魔君传人啊 这样的天才人物 还是多排查几次的好 虎夫之下 无人能说谎 他要是通过了 这次排查呢 那就能和魔君 彻底划情借下了 傅清阳略作沉吟 微微点头 嗯 可以 傅家弯外 张远清沿着街边缓行 眉头紧皱 我现在唯一的秘密 也就魔君传人了 红武邪 扶魔储等等 都已经坦白 最多就是和小月阿姨 有交集 这点比较麻烦 和邪恶职业接触 在五星盟里 算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哪怕没有太深交集 没有财色交易 依旧是严重的 个人风际问题 最头疼的是魔君传人 到现在为止 还不知道 台一门和五星盟 对魔君传人 是什么态度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魔君的层次太高了 如果官方 对他的传人有敌意 那我的功勋 多半是扛不住的 毕竟魔君 已经触及到 灵境的大秘密了 如果官方 对魔君传人 持友善态度 就不会那么 暧昧的态度了 很高温 其实大体检 也有好处 那就是能够查明 我总是头疼的怪病 是怎么来的 正常的医学手段 没有办法 灵境行者的手段 总能找出病人吧 他的怪病 是全家人的心结 也是纠缠了 他数年的噩梦 张元清思考片刻 逃出手机 用那张不记名电话卡 捕通了小元阿姨的手机 欲时不觉 问大佬 顺便可以问问小元 要不要加入 他的帮盘 第二百四十七集 铃声响起了很久很久 小元阿姨才接通电话 语气极为不善地说 喂 有啤酒放 这语气怎么像 吃了炸药一样啊 张元清露出热情的笑容 小元阿姨 好久没见 想死你了 我这不是还欠你一万吗 就想着 您这会儿有没有时间呢 我过来拜访一下 吴恒大师上次说过 希望他不要再去宾馆 正邪殊途莫要自误 因此 就算张元清擅长社交 在大佬明确告知的前提之下 他也不敢擅自拜访了 打这个电话 是曲线救过 迂回一下 让小元阿姨 替他探探吴恒大师的口风 小元阿姨高冷地喝了一声 没劈我就挂了 官方的大提简就要开始了 据说这一次 松海分部申请了护服 我想问问 吴恒大师的意见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 小元阿姨语气转冷说 你是担心与我们有过交集 会成为隐患 影响你在官方的地位 你的名声 张元清敏锐地察觉到 他语气里带有情绪 似乎不太高兴 这时他隐约听见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少年的嘀吼 放开我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在和谁打电话 你怎么会和官方的人有牵扯 接着是砰的一声闷响 进而传来少年的门横声 他似乎被打晕了 张元清谨慎发问说 小元阿姨 我打扰到你了吗 那是你儿子 儿子 小元的声音陡然拔高 张元清听见了磨牙声 干笑说道 小元阿姨 劳烦替我问问 小元阿姨是个 看不出年纪的女人 身段前途后翘 有着成熟女子的丰满 又有青春少女的活力 眼睛圆而媚 皮肤白嫩 但她的气质 她给人的整体感觉 绝不是少女 所以张元清 也估摸不准她的年纪 可能三十 可能四十 有个半大的儿子 似乎也不奇怪 等着 小元阿姨 冷冰冰地回了一句 挂断电话 大概十分钟之后 她回拨张元清的号码 说道 吴恒大师说 五福是赤后职业的 规则类道具 在她面前 没有人能够说谎 除非拥有相同层次的道具 或者力量才能抗衡 大师还说 与其去思考 如何屏蔽道具的能力 不如想一想 由谁来主导道具 另外 我个人认为 我们的风品还是不错的 你和我们只是普通来往 以你的功勋 五行盟不至于因为此事 断了你的前途 我说完了 没事就挂了吧 她果然生气了 小元阿姨挺敏感的呀 我稍稍表现出一些担忧 她就立刻察觉 一副要和我恩断一绝的模样 自尊心很强啊 张元清咳嗽一声 确实还有一事 我得到了一件帮派令 想问问小元阿姨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帮派啊 你 要邀请我加入帮派 小元阿姨愣住了 有些难以置信 沉声说道 你想清楚了 我是邪恶指引 你邀请我加入你的帮派 想过后果吗 如果没有想过 那我告诉你 首先 你不可能再邀请官方的朋友 嫁入帮派 这会影响你经营人脉 野生的手续职业 也会因为帮派里有邪恶职业 对你进而远之 帮派令等于废弱 其次 一旦此事泄露 性质比现在要严重很多 就算你履历功勋 也注定无法成为五行盟的高层 官方证审是很严格的 我知道 可我就是想邀请小元阿姨 你 小元下意识地生气 呼得语气转柔 轻声说 为什么 张元卿沉默许久 缓缓说道 诚然 邪恶阵营因为职业特性 大多都是十恶不赦制度 对于这样的人 我不会姑息 不会留情 但我也知道 并不是所有邪恶职业都是坏人 比如小元阿姨你 比如 愧为人父 你并不了解我 不要把话说这么慢 我不知道你的过去 但我认为 只要一心向善 任何人都应该得到自我救赎的机会 就像愧为人父犯下杀念 完全是被逼的 这个社会没有给他公道 所以他用刀 拿回了自己的公道 我是不了解你的过去 当我认识现在的你 相信自己的判断 也许哪天 你会因为盲目自信而死 那我死得其所 并死不悔改 他不说话了 张元卿语气认真 继续说 我加入官方时间不长 却见过太多手续职业干坏事 我有自己的善恶观 不会被宁静束缚 如果吴兴盟因此 把我排挤出核心权力圈子 大不了当个野党 而且我组建帮派的初衷 就是想建立一套 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战脉 张元卿这番话说得非常诚恳 确实是真心话 不掺杂谎言 但目的却不全是 为说服小元阿姨加入帮派 还有一层原因 就是借小元的嘴 把自己的理念 传达给吴恒大师 吴恒大师的态度很明显 划清界限 可张元卿不想松开 这条大促腿 他想好好经营双方关系 将来多一层保障 小元默默听完说 既然你已经想好了 那我无所谓 没必要跟我说这些 待会你打开仓库 点击右上角的搜索 输入我的邻近ID 我就能收到邀请提示 对了 你建的帮派 名字叫什么 他的语气柔和了很多 与刚才冷冰冰的强调 截然不同 王者归来 小元阿姨语气一致 一转 冷冰冰的说 很抱歉 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 家帮派的事就算了 张元卿听着手机传来的盲音 满脑子问号 什么情况这女人 也太善变了吧 明明说得好好的呀 张元卿默默叹息 看来是躲不过了 伸头缩头都是一刀 幸好我没做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第248集 无痕宾馆 小元放下手机 撇撇嘴说 什么破名字 他想了想 又拿起手机 回了原始天寸一个信息 我考虑一下 接着 小元把手机放在桌面 抬起毛子 看向宾馆大厅 躺在冰凉地砖上 一动不动的少年 他年约十六 脸色苍白 眉毛很浓 眸子灿若星辰 势头很英俊 也很凌厉的小狼狗 此时 少年脸上怒气更善 但和刚才生气不同 这会儿的怒气里 是夹杂着怨气和伤心 小元 你什么时候和官方组织的人勾搭上了 你对得起我们吗 当初大家宣誓 跟随无恨大师就行 忘记过去救赎自我 绝不与邪恶阵营为伍 绝不与手续阵营往来 他越说越生气 小狮子般咆哮着 我要见无恨大师 小元瞅他一眼 淡淡说 刚才那人 无恨大师也认识 少年表情一僵 愣了几秒 亲眼一收 有些尴尬的说 那没事了 他宣记又嚣张起来 小元 你赶紧给我解了麻药 你要报仇 我没意见 但你要送死 我肯定不能看着 小元踩着平底鞋 从柜台后面走出来 看都不看他一眼 自己在这里反省一下 我上去见无恨大师 他进入电梯 来到四楼 在404号房间门口停下来 小元亲扣房门 低声说 大师 是我 说完他拧动门把手 周边景物迅速变化 宾馆廊道变成 焚香鸟鸟的古庙 小元躬身说 原始天尊 邀请我加入他的帮派 无恨大师背对着他 极力忍耐痛苦的声音 回荡着 你来询问我的意见 而非拒绝 已然心动 他和你说了什么 小元低下头 把原始天尊的理念 传述给无恨大师 穿青色纳衣的背影 济然而坐 许久无言 终于 低声的声音再次回答 他真的这么说 小元轻轻点头 嗯 口说无凭 那你就亲自去验证吧 两天后 唐氏医院 唐氏医院是百花会的产业 松海森人医院里名列前茅的单位 被用来当作大体检的场地 家常版的豪华商务车 在诊所外面停靠 电动车门划开 京卫率先从车厢里面跃出 红头发如同火焰般舞动着 京卫 慢一点 要时刻牢记优雅 这里有很多同事看着的 拄着手杖的李东泽迈不下车 天气愈发地炎热 他依旧穿着那套正装 黑色西服 白色衬衫 深色马甲 最多就是把西服给脱掉了 两撇小胡子 也打理得整整齐齐 张元轻随后钻出车门 笑眯眯地回身 摆出绅士姿态 抬起手臂当扶手 笑着说 来 管家娘 扶着朕的手 管家睁他一眼 展颜微笑 把手搭在他手背 在张元轻的帮助之下 迈下车门 前方的李东泽 拄着手杖 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作为时长 他是不赞同办公室恋情的 只是他没有反对的理由啊 毕竟他只是时长 不是长辈啊 嗯 论年纪 我做原始的长辈是够了 但二十七岁的官雅 你喊我一声老歌 哎 官雅这口嫩草吃的 李东泽微微摇头 张元轻松开官雅的手 又看向车厢里面的藤原 藤原市长 你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呢 因为大体检的缘故 精卫和藤原被重新召回 大体检是强制性的 不可以请假 不可以缺席 除非身在邻近或者死了 藤原推了推鼻梁的眼镜 一副对生活缺乏激情的模样 为什么要上班 人生苦短 应该好好享受生命 而不是把有限的时间 浪费在赚钱和战斗 哪怕出发点是维护秩序 你这条咸鱼 没救了 张元轻不再多说 跟着李东泽等人进入医院 穿过门枕和金枕大楼 一路深入 人越来越少 环境越来越近 终于 二队成员在一座草木掩盖的 小楼前停了下来 小楼入口由两名穿正装的 警卫人员把守 挺直腰杆 脸色严肃 他们是已经通过 大提显的官方行者 李东泽领着下属靠楼 递上证件 检查无误之后 一庆人进入小楼内部 一楼大厅宽敞开阔 聚集着二十多个人 都是康阳区的官方行者小队 也是张元轻熟面孔 唐国强 白龙 青藤 拳王等队长 聚在一起低声交谈 他们的下属们 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聊天笑谈 女性行者 时不时发出清脆的笑声 张元轻甚至还听见 几个女同事在说 听说二队的原始天尊也会来 好期待啊 论坛的那个女王说 她长得很俊俏 还有我们青藤队长也说是很不错的小伙子 除了这些体检的人员 还有十几位身穿正装的警卫员 有序地站在各个方位 堵住了窗户 楼梯口 大门等位置 张元轻有些心虚地嘀咕着 只是打算抓住那间旧重处的节奏文 哟 我们的大英雄原始天尊来了 大鸡坝察觉到有人进入 转头望来 见到原始天尊 立刻露出爽朗笑容 原始天尊 火湿的大嗓门传遍一楼大厅 略显嘈杂的大厅一下子安静 所有人都刷得回头 朝大门这边看来 一瞬间 张元轻是觉得 一道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带着审视 带着观察 带着窃喜 带着满意 一下子就认出我了 我就这么鲜明 这么夺目吗 张元轻侧头看了看 摸着小胡子的时长 右转头看了一下 戴着眼镜 目光略显呆滞的藤远 和同样目瞪口呆的王太 哦 这全靠同行衬托呀 长得确实不错 年纪也不大 小奶梗 才二十出头吧 真好啊 这个年纪的小男生 精力是最旺的 窃窃思语中 藤原扭头瞪了一眼 女下属们 一群发骚的小蹄子 木妖的性情是各大职业里 最复杂的 高洁 孤傲 温和 热情等等 而有些木妖生命力旺盛 有着强烈的繁殖欲望 尤其是在春季 再加上该职业的女性相貌 娇媚体态婀娜 所谓很多女性木妖 在组织里都是著名的交际花 早些年 甚至有官方行者 为了交际花大打出手 争风吃醋 导致超凡阶段的木妖 口碑在五星盟里 是很不好啊 用眼神警告过女下属之后 青藤迎向二队成员 韩笑说道 嗯 原始 你现在可是 松海分部姑娘们心中的偶像了 白龙审视着原始天尊 感慨说道 听说你都三级了 我估计是招揽不到你了 不如你来我这一队吧 我把队长的位置让给你 边上的李东泽 不由感慨 一个多月前 这群家伙还在暗粗粗地 密谋挖墙角 现在已经卑微道 求人家当队长了 张远欣谦虚回应 白龙队长过奖了 我经验浅薄 做不了队长 打击爸狠狠拍打他的肩膀 好起干云地说 李贤纵都被你宰了 做个队长有什么呢 你小子 真给咱们松海分部长脸呢 正说着 左侧房间检查室门打开 一个中年男子脸色不太好看地走出来 同伴迎了上去 看你这样子 是身体不好啊 别问了别问了 中年男人连忙摆手 慧莫如深 不远处 关亚凑到张远欣耳边 小声说道 他肾虚 温热芬芳的气息吐在耳垂 带来酥酥麻麻的体验 张远欣搓了搓耳朵 低声说道 你怎么知道啊 哦 你是赤后 关亚姐 这里好像没什么设备啊 怎么查身体啊 大体检第一天 检查的是身体健康状态 零进行者也是会生病的 毕竟还是探极生物嘛 关亚解释说 身体环节的体检 我们松海分部的体检 只需要一台仪器就够了 它叫做神医探测器 是乐师职业的 一件高等级的道具 通过特殊的光线扫描全身 就能检测出身体状况 任何疾病都能查出来 包括被特殊能力控制的情况 他也能检测出来 张远欣恍然 被特殊能力控制 难怪魔君说 他过不了大体检 堕落圣杯的力量 邪恶可怕 却不具备隐秘性 所以瞒不过提前 同时张远欣有些迫不及待 想体验这一环节 头疼的救急 一直是他的心病 没有成为临近行者前 他总是担心 生怕哪一天特效药失灵 人就没了 而且女强人老妈 带他辗转许多大医院 都没能查出秉燕来 漫长的等待中 排在前面的官方行者 一个接一个走出检查室 走向二楼 进行第二个环节 检查室里传来呼唤声 李东泽 终于轮到二队了 李东泽主着手杖 望向身后的下属 优雅微笑说 不介意的话 一起进来吧 我觉得共同体验 能增进彼此间的熟悉 而我作为时长 也有义务知晓你们的身体状况 嗯 这不是强制的 如果注重身体隐私 可以留在外面 说完他拎着手杖进入检查室 好奇已久的 张元清立刻跟进去 江经卫毫不犹豫地跟随凑热闹 官雅皱了皱眉 略作犹豫 也随着两人进入检查室 至于滕远和王泰 两人无欲无求 随波逐流 检查室里 张元清见到了神医探测器 这是一台半人高的仪器 整体是圆柱形 类似于加粗加高板充电桩 契成白色的金属基座和机身 圆柱表面是一块屏幕 机身上连接一条线缆 线缆另一边是梯形扫描仪 一名穿着白打褂的女医生 坐在桌后 扫了一眼进来的众人 就问他 李东泽是哪位 李东泽把手杖靠好 在桌边坐下 是我 女医生脸色冷淡了点头 也不看张元清等人 拿起扫描仪 对准李东泽的额头 扫描仪黄色的警示灯亮起 放射出红色的现状光 映在李东泽额头 机器旋即发出电子音 开始诊断 病症为糜烂性胃炎 指导意见 请规律饮食 戒酒 记辛辣 诊断完毕 李东泽顺势起身 叹息说道 胃不好一直是我的救急 但戒酒真是太难了 女医生看了一眼电脑 将经位 名单是按照入职顺序排的 我 我 将经位挤开李东泽 坐在桌边 女医生抬写扫描仪 对准她的额头 开始诊断 未检查到病症 胃部偏大 智商略低 指导意见 切勿报引报时 诊断完毕 众人一脸无语 好一个智商偏低 这破机器还挺有情商的 不应该是智商极底吗 张元清险些笑出深爱 女医生怜悯地看着将经位 宽慰说道 小姑娘身体不错 卫生大了 但这不是毛病 每个伙食未带都偏大 下一刻 关牙 张元清打起精神 开始诊断 未检查到病症 您的身体保养得很好 请保持 诊断完毕 关牙看了看张元清 自信一笑 年轻的临近行者 身体通常是不会差的 接下来是藤原 老县于身体也很不错 就是高度近视 王太身上病症就多了 什么脂肪肝 痴疮 内分泌紊乱等等 学士在超凡阶段 体质加成极低 王太在普通人群里 是一把好手 在临近行者群体中 那就是弱鸡眼 李东则说 原始 该你了 张元清站在原地没动 深吸一口气 神色有些紧张 将经未催促说 快点快点 让我看看你有没有病 放心 你不会神絮的 我看人很准 张元清来到桌边坐下 挺直腰杆 穿白大褂的女医生 重复之前的操作 拿起扫描仪 对准她的额头 第250集 扫描仪黄色的警示灯亮起 放射出红色的现状光 映在张元清额头 机器发出电子音 开始诊断 病症雷 张元清屏住了呼吸 期待着万能的神医机器 给出答案 但是 电子音忽然卡住 几秒之后 电子音继续响起 开始诊断 病症雷 开始诊断 病症雷 开始诊断 病症雷 电子音不断重复着 每次要说出病症时 就重新循环 一遍又一遍 嗯 女医生保持着扫描手势 看了一眼主机 又看一眼手里的T型头 神色茫然 张元清更加茫然 又有些失望和焦急 就像约了女朋友 去酒店畅谈人生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女朋友说 我大姨妈来了 虽然她并没有女朋友 但心情是这个心情 一样一样的 嗯 机器坏了吗 江经卫走到原柱形机器边 想也没想 抬脚就光的 踹两下 警卫 不要乱踢 李东泽吃了一惊 心说 这可是高等级道具 松海分布从岳氏世家那里 花重镜购买的 辅助类道具不像战斗类 没那么皮实耐操啊 损坏是常有的事情 家里的电器出问题时 我踢几脚就好了 经卫又光光两下 女医生看不下去了 短促地喝道 你 系统重启中 探测器发出电子音 屏幕顿时一黑 进而重新亮起 开始重启了 江经卫眉开眼笑说 看吧 打一顿就好了 滕远推了推鼻梁的眼镜 淡淡说 没事 踢坏了 组织有义务给你报销 李东泽一脸无奈 官雅撇了撇原始天尊 笑着说 我更好奇 你身体有什么毛病 张元清强颜欢笑地 寄出一句话 可能是天蝎做综合症 或者是黑色尼龙丝 对雌性人类后知塑形 痴迷症 这是巧合吗 正好机器故障了 他扫了一眼同伴们 他们神色都是无比平淡 大概也认为 这只是一次 微不足道的故障 只有王太眉头紧皱 不对劲 他挠了挠头 走到探测器面前 悄悄打打 又打开屏幕的操作界面 仔细地研究 学识是未来的锻造师 王太在道具方面的研究 造诣很高 他捣鼓了很久 说道 他没有出故障啊 而且 以这件道具的层次 不会出故障才对 你们可能不知道 乐师职业的道具 是最难用的 而且这件道具 拥有自我修复能力 嗯 身为赤后的关雅和李东泽 同时皱眉 看向了原始 发现他本人也是一脸茫然 这时 探测器重启完毕 女医生说 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好像没问题了 说着 他举起扫描仪 再次对准张元清的额头 众人见状 也不再多说 默默旁观 扫描仪的黄灯亮起 电子音再次响起 开始诊断 病症为 滴滴 请勿同时 声音突然卡壳 好像还是有点问题 我再试试 女医生皱了皱眉 放下扫描仪 等待几秒之后 重新举起 对准张元清的额头 黄灯亮起 电子音传来 未检查到病症 您的身体保养得很好 请保持 诊断完毕 女医生吐出一口气 微笑说道 没问题 你的身体很健康 请继续保持 好的 张元清起身 环顾队友们 笑着说 看来我的身体 也很健康啊 关雅和李东泽 对视一眼 默契地露出笑容 王太眉头紧皱说 不对呀 总觉得这件道具 今天怪怪的 医生 我能留在这儿 研究一下吗 女医生板着脸 不行 这件道具非常贵重 我是可以随便拆卸 研究的对象 好吧 王太无奈放弃 异性人离开检查室 李东泽带着队伍 朝楼梯口走去 知识们在二楼 等着我们 傅白副长也在 接下来的环节 是检查精神状态 往年的话 是只有一个 精神评估一项 今年多了策划 他这些话 是对原始说的 队伍里只有他一个信任 但张元清 根本就听不进去 脑子里反复回荡着 探测仪的声音 第一次探测出的结果 足以说明 他检查出我有病 而我确实有病 所以不存在 故障的可能 但为什么 没有给出病症呢 是给不出病症 还是别的原因呢 至于第二次 重点在 请勿同时这四个字 这说明 重启之后 探测仪已经 查出了我的问题了 正要给出提示 但突然就卡了 请勿同时什么呀 他想说什么呢 张元清越想越沉重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重重疑惑在心中闪过 最后追根溯源 回归到病症本身 头疼的毛病是怎么来的呀 头疼是某一天突然发作 那时候他还在读高中 某天晚上突然疼得死去活来 鼻腔冒险 小姨和表哥连忙带他去了医院 结果从白天查到晚上 什么设备都做了 医生说身体健康没问题 那会儿家人没当回事 叮嘱他好好休息 直到第二次发作 病情愈发严重 张元清为此住院 老妈听说之后 终于肯放下他的工作 分出一点点精力 关注儿子 带他辗转各大医院 都没有查出病因 直到有一天 老妈在国外带回来特效药 查不出病因本身就很奇怪 老妈去国外的时候 没带他去检查 却能带回来特效药 现在想想更奇怪了 而更奇怪的是 居然连灵境道具都查不出病因 这能是一般的病门 张元清思所见 一心人来到二楼 相比一楼大厅 这里空间小很多 二十多位体检人员 以及人数差不多的警卫员 使得一眼望去 人头攒动 现在十分的拥挤 王太表情一下变得难看 有些拘束排斥 张元清见状 心里一动 笑着说 王太兄 我记得一楼有洗手间呢 一起去排排水啊 王太连连点头 好啊好啊 当即两人沿着楼梯往下 回到一楼 进入洗手间 张元清逐个推开厕所隔间 确认无人 这才来到便池前 一边掏出定海神针 一边故作漫不经心地说 那台探测器很神奇啊 是圣者经的 嗯 王太认真放水 这个层次的道具 应该有自我意识吧 我的那件规则类道具 就有自己的想法 哦 有的 它有自我意识的 以人工智能的形式而存在 操 果然是自我意识 那他刚才是改口了 不想把我的病症说出来 张元清心情复杂 两人放完水回到二楼 漫长的等待中 一位为官方行者 完成了精神评估 大部分人都能过 小部分会被标注 需要一定的精神辅导 比如一些火石 脾气过于暴躁 被诊断为重度造狂症 一些木妖 性饮过度 需要精神辅导 配合药物服用 克制荷尔蒙的分泌 一些斥后 患上偷窥皮 终于轮到二队了 二队成员的精神状态 让人堪忧 李东泽是严重的强迫症 官雅是洁痞 消极 江经卫是造狂易怒 滕远是悲观消极 伴随中度抑郁 最后 被诊断为中度自闭的王太 从诊断室里面出来 望向长椅上的张元清就说 该你了 张元清旋即进入诊室 看到一位穿白大褂的中年医生 坐在办公桌的后面 中年医生示意他入座 笑着说 请坐 你就是原始天尊吧 果然是一表人才 少年英俭 我姓孙 是朝门区的执事 事后职业 五级圣者 同时 也是心理学的博士 我现在 要对你做一次精神评估 简单问你几个问题 他笑容温和 目光深邃 仿佛能看穿人心 执事级的心理医生 卧槽 这和比关雅的 时常要敏锐多了呀 好的 孙医生说 不用紧张 接下来 我可能会问一些 私密的问题 但这里没有监控 也没有监听 除了我 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而我有自己的职业操守 不会把你的隐私曝光 张元清诚恳说道 原始天尊 二十一岁 松海本地人 家里有钱有车 死了爹 没交过女朋友 特长是二十厘米 请务必曝光出去 孙医生愣了一下 深深凝视 你有点紧张 本能地说一些怪话 调节气氛 我说了 不用局数 我们是朋友 张元清深吸一口气 直到在圣者敬的 斥后面前 茶喝打混没有意义 便正色说 刚才是开玩笑 那我们开始吧 孙医生汉手问道 平时喜欢看动作片吗 我指的是 爱情方面的动作片 如果喜欢看的话 那专注于哪些分类 国产还是国外 喜欢什么年龄段的演员 看片子的时候 会快进吗 看完片子后 会找女朋友 还是找纸巾呢 张元清被一系列问题 问得一愣一愣的 心说 你他妈是不是在我家安装监控了 问得这么清准 刀刀命中要害啊 第二百五十一集 孙医生年约四十 眼角于未闻细密 有着医生和学者柔和的沉稳气质 笑容非常亲和 见张元清满脸恶然 他微笑说 喜悟是最能反映一个人精神状态的 性格如何 往往就体现在一些嗜好上 而性取向和差辟的参考价值 比一般的喜好更高 你不用觉得尴尬 医者父母心 我询问过病人更羞耻的问题 也听他们讲起过 更难以启齿的回答 在我们医生眼里 众生平等 在你们这类人眼里 众生不过是一坨 没有意义的血肉吧 张元清心中吐槽 不由想起小姨学医时 心气渣渣地将她描述 解剖大体老师的过程 听得张元清差点吐出来 而小姨心态稳如老狗 如果是道具 或者技能施加的影响 张元清可以转嫁到小豆鼻身上 但一个能够看穿人心的嗤后 本质上是拥有测谎能力 而非向目标施加某种力量 所以灵谱也无能为力 张元清只能耐心回答起 对方的问题 动作片的话 平时是会看的 成年人嘛 谁没看过呢 但现在找片则越来越难 我为了拓宽渠道 加了很多游戏群 随医生双手交叉 点点头 这很正常 我年轻的时候 对这些东西也特别热衷 哦 那现在是因为年纪大了吗 不 我现在有妻子了 她很漂亮 身材又好 我很爱她 孙医生也笑了起来 张元清感觉自己反被嘲讽了 她接着回答后续的提问 我一般是不看黑白配的 比较喜欢看泡菜过的 但就是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 那些家伙拍的片子 相比起黑白配 小日子她们是真的会啊 单看电影的名字 就能戳到你的双天 女演员的年龄 倒是没有那么多要求 只要成年了就好 孙医生缓缓点头 各个阶段的女性都喜欢 这很正常 对对 男人没有那么多的要求 只要长得漂亮身材好 要求很单一的 张元清侃侃而谈 恢复了射牛性格 看电影肯定是快进的 不快进的那还是人嘛 看片子的时候 我一般不会找女朋友 都是她们主动找我 我心里其实是抗拒的 孙医生意外地说 她们 以你的身份地位 身边女伴多倒是正常 不 我说的是她们 张元清抬起手 如实回答 其实我并没有女朋友 孙医生眼睛一亮 皱发光芒 连忙吹问 为什么不交往女朋友呢 你看这不是内向的人 张元清挠挠头手 以前吧 我总觉得女孩子很烦 她们不知道我浪费时间 和精力去应付 那现在呢 现在遇到过几个 让我愿意花时间 精力去应付的 但后来 那种感觉又没有了 为什么 刚才我说过 众生平等 我不但是直视 也是专业的心理学医生 受过严格培训 任何回答 都不会让我产生 异样情绪 更不会 用异样的目光来看你 我后来觉得 也许母猪比她们更好 孙医生态住了 完全没想到 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堂堂原始天尊 种自己的天才 竟然有如此扭曲的性体 是什么扭曲了她的观念 童年时遭遇的性侵 初恋女友的出轨 父亲或母亲的 一些变态嗜好 一时间 孙医生眼神里 既怜悯又警惕 毫无疑问 这是一种心理变态 而心理变态 无疑是巨大的隐患 行医多年 这么变态的敌人 真是凤毛麟角啊 那那那 张元清生气地说 你还说 不会用异样的眼神看人 孙医生一下有些尴尬 张元清怂怂坚守 其实这是道具的代价 自从不用那件道具之后 我的取向 已经渐渐恢复了 并且这几天 惊喜地去调戏同族的女性 一点点在她身上 找回了男人的冲动 孙医生松了口气说 好 我们接着下一个问题 说说你的家庭情况 不用跟我说名字和地址 甚至不用说职业 简单概述就好 我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 还有一个小姨 舅舅舅妈表哥住在对门 我爸很早就死了 我妈觉得带着我不好改嫁 也害怕后爹会对我不好 就干脆自己抚养我长大 他抚养我的方式 就是把我丢给外公外婆 自己在外面打工赚钱 也不怎么管我 就是给钱 小时候找他去开家长会 他总说找舅舅去 妈妈工作忙要赚钱 孙医生耐心听完忽然问 你恨他吗 不恨 你说谎 确实不恨 但有怨 孙医生这才点头 下一个问题 小时候 有过虐杀动物的行为吗 有啊 我喜欢蹲在弄汤口 够一块不爱吃的肥肉 然后看着蚂蚁成群结队的斑 但他们快要成功的时候 泥泡尿全部冲走 还有蚂蚱 青蛙 蜻蜓等等 猫啊狗啊这些呢 那没有 孙医生审视他几秒 进入最后一个环节 我问完这个问题 咱们这次交谈就结束了 原始天尊 你 对邪恶之夜怎么看 张元清措辞片刻 僧物和怜悯 孙医生眉头猛的一跳 怜悯 张元清点点头说 我是夜游神 看过许多邪恶职业的过去 他们的心态扭曲 大多都在童年 少部分则是在社会中 见多了太多不公 逐渐厌世 堕落成罪犯的 有一位哲学家曾说过 人类中每诞生一个恶魔 就代表周边有无数恶魔 邪恶之夜就是那个诞生的恶魔 而逼他们走上这条路的人 是隐性的恶魔 我认为 每一份罪孽都是人类自身的业火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恶魔的诞生 也许不只是被周边的人迫害 还有五湖四海的恶魔们 所以我怜悯他们 但这不妨碍我遇到时 顺手洗刷他们的罪孙医生 陷入沉思中 好一会儿 他感慨说 你是个善于思考的人 我经过很多邻静新手 他们对邪恶职业的看法 简单而统一 认为那是罪犯 是人性之堕落 是危险的源头 是必须要铲除的敌人 这当然也没错 但很少人会去思考 邪恶职业诞生的原因 并从中反思出一些东西 也许他们不是不会思考 而是懒得思考 不想去思考 他之所以思考这些 一方面是接触到 会为人妇这样的邪恶职业 另一方面 是夜由神问灵之后 吸收灵体的记忆 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要知道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别人的苦难 在你眼中或许是笑了 只有真正代入了 才会去思考 是夜由神这个职业 给了张元清 思考这些的条件 孙医生微微汗手说 我的问题问完了 感谢配合 你可以出去了 等张元清出去 并合拢问诊室的门 孙医生挪动 坐椅下的滑轮 移动到电脑屏幕前 先在原始天尊 精神评估选项打勾 接着 备注评价说 精神状态正常 富有正义感 疑似家庭原因 习惯用开朗热情的外表 掩盖内心的孤僻和深沉 唯心主义者 现阶段 不建议给予太重要的职位 唯心主义者 更习惯维护内心的正义 而非秩序 说的简单一点 在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 这类人会偏向后者 结果正义 其实更容易获得 大多数人的认同和共鸣 但对执法者来说 程序正义要高于一切 张元清返回二楼等候厅 此时参与大体检的人员 已经陆陆续续离开 除了晚来的二队成员 只有零星的两三个还在排队 李东泽坐在公共座椅上 双手拄着仗 笑着说 从你的表情里 我能看出刚才孙芝士的问题 很不优雅 张元清耸耸肩 苦笑说道 他竟然问平时看不看片子 喜欢看什么样的女演员 你们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心里医生会问这种刁钻的问题 说完 他看见二队成员 以及边上几名队员 齐刷刷的看来 张元清心中咯噔了一下 难道 这些不是固定体温 不是 我他妈 我能撤回刚才说的话吗 张元清压着心中翻涌的尴尬 恍然大悟 这一定是看我年轻俊朗 气宇不凡 所以才提这样的问题 这一定是 对对对 就是这样 真不愧是你呀 脸皮够厚 二队众人心想 官雅兴致勃勃地说 那你怎么回答的 张元清看他一眼 我说我不爱看片子 我喜欢当官公 张元清在老司机身边坐下 默默等待 他靠着背椅 闭目沉吟着 虎服是规则类道具 而且是层次情高那种 在他面前弄虚作假 不太可能 不然 吴恒大师就不会那样回复了 本色大提前 请出虎服的目的 是揪出松海分部里 被暗夜玫瑰和邪恶组织收买 控制的官方行政 所以待会儿问的内容 肯定和邪恶职业 以及暗夜玫瑰相关 而我两者皆不是 非要说污点 就是和小元 吴恒这些邪恶职业中的一雷 有短暂的往来 但谢灵溪能为我作证 这完全是意外 作为A级功勋持有者 这点小事 最多是被问责和警告 不会有大事 何况父亲羊是我上级 魔军传人的事情 主要是台一门在查 五星盟并不热衷 大概是不会问到的 张元清默默分析完 觉得问题不大 打开半小时之后 二队成员陆续完成 护服的考验 当王太出来之后 张元清自觉走向走廊 尽头那间问诊室里面 问诊室很大 布局却简单 靠窗的位置 摆放一张办公桌 桌后是白色正装 扎着帅气马尾的父亲羊 有一台三角支架的摄像机 镜头对着办公桌 父亲羊抬手失一手 坐吧 你是最后一位 不要浪费时间 张元清点头入座 父亲羊右手往虚空一探 抓出一尊巴掌大的青铜虎兽 做昂首咆哮装 虎头脊背和尾 形成一道流畅的曲线 张元清耳边传来洗涤心灵的咆哮 他瞳孔豁然涣散 看到石海深处 侧握着一只体态修长的吊精白虎 神态凛凛 虎目森严 前所未有的威压 前所未有的恐惧 张元清脸色煞白 手脚静卵 身具不受控制的颤抖 这就是高等级的规则类道具 他感受到了灵魂的战力 如临深渊 父亲羊手握虎符 气心变得威严高原 如同执掌百万大军的元帅 缓缓开口 元石 你是不是暗夜玫瑰的案子 话音落下 张元清看见石海中的 吊精白虎 威严地审视他 似乎只要他说谎 就会扑过来 将他撕咬成碎片 张元清嘴唇轻轻颤抖 不是 父亲羊等待几秒 见没有异常 微微汗手 问出第二个问题 你有没有在私底下 和邪恶之夜往来 听到问题 张元清心中想骂娘 理智告诉他应该隐瞒 本能却先一步 在吊精虎的注视下 吐露真相 有 父亲羊眸子一眯 但 但我觉得 我应该解释一下 张元清声音颤抖的 宛如跋涉在寒风中的旅人 父亲羊轻轻点头 当即 他断断续续地 把劫师溃为人妇 替他传话地经过 告诉父亲羊 但隐瞒了 无痕宾馆的地址 事情经过 就是这样的 现在的谢灵溪 可以为我作证 另外 我没有和他们 有太多的交集 以上说的都是真话 只是把再没往来 巧妙地说成 没有太多交集 虎夫的微压之下 他无法说谎 但是咬文嚼字 不在道具的能力范畴 只要父亲羊 不吹毛求疵 他自信 这个问题 能不通不痒地混过去 至少不会有 太大的后遗症 父亲羊 语气冷淡地点评说 这件事 我会反馈给狗长老 至于他对此事的态度 你就听天由命吧 语气不好 但一笔带过 最后一个问题 是太医们托我问的 父亲羊 正了正坐姿 你是魔君传人吗 张元清 脸色 煞白如指 任何语言 都无法描述 张元清此刻的心情 如果非要有 那就是一种植物了 太医们 还没有放弃 寻找魔君传人呢 他们找魔君传人的 决心这么大吗 我该怎么办呢 把脑子里的白虎 转嫁给小豆兵 不行啊 小豆兵承受不住 白虎为压 会当场形成巨灭的呀 摊牌了 赌一赌 父亲羊对我的情谊 如果坐在那里的 是官雅 还有可能 父亲羊 应该在操纵天道不公时 对我起疑了 当时没说 是憋着大招 等虎符的大门 但也不对啊 以他的火眼睛 金河道具 就算没有虎符 也能让我吐露真话呀 没想到 还是走到这一步了呀 现实永远不会 按照你的心意进行 张元清浑身剧烈颤抖 像是陷入恐惧中的 但其实 他在和石海中的 吊金白虎对峙 努力抗拒 尽管拼尽全力的抗争 也只是 延缓吐露真相的事件 终于 他张开了嘴 吐出了一个字 我 逗大的汗珠 啪达啪达从额头滚落 父亲羊目光深邃地望着他 你什么 石海中 那尊吊金白虎 缓缓站起身 似乎准备试人 张元清内心恐惧炸开 灵体瑟瑟发抖 就在他有坦白身份 说出自己是魔君传人的事实时 突然 石海深处 一股至阴至唇的太阴之力 汹涌而出 这股力量如同绝地的洪水 冲刷着他的灵体 最后 在石海深处 凝聚成一轮巨大的黑色圆月 朦胧虚幻的月光洒下 笼罩张元清的灵体 他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和轻松 如同回归母体的婴儿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张元清再妄想那尊吊金白虎 他依旧森严威武 让人发自内心的恐惧 他那股让他灵魂站立的威压 消失了 不 不是消失了 而是让灰色圆月的灰芒屏蔽了 张元清感受着天空洒下的太阴之力 远于夜游神的本能 他扶着心灵地解读出黑色圆月的本质 他象征着陰性 象征着隐秘 这是角色卡的力量吗 能对抗规则类道具的力量 他果然不只是通关副本奖励道具那么简单 太医门大费周折 寻找摩君传人 不是没理由的 这里面隐藏着我不知道的内幕 张元清心里暗暗惊讶 他此刻完全摆脱了虎幅的震慑 但表面依旧成黄成孔 如临深渊 在傅清阳愈发凌厉的目光之中 张元清让升陷不停地颤抖 我 我 不是 摩君传人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张元清内视十海 胆战心惊地观察着吊精白虎的反应 他保持着威严的姿态 窥然不动 瞒 瞒过去了 张元清险些如是重负吐出一口气来 但是考虑到傅清阳没有撤去虎幅 便强行忍了下来 傅清阳照例等待几秒 见没有异常 他冷漠严肃的脸色一下子缓和 五指一握 虎幅消失 回归物品栏 张元清这才配合地往后一靠 瘫软在高背椅上 剧烈喘息着 傅清阳起身走到录像机前 关闭了这台设备 返回桌边坐下 给了张元清 近十分钟的缓冲时间 等到他呼吸恢复平和 脸色不再苍白 傅清阳开口说道 接下来是我们私聊的空间 袁氏 我想邀请你加入白虎卫 张元清保持着 瘫在以备的姿态 白虎卫 白副长你创建的帮派 他想起邻军说过的这场 傅清阳汉手说 是的 白虎卫目前已经是三级帮派 可以招纳二十名帮派成员 我已经招纳了十五位 这第十六把交椅 我想给你 张元清顿时有些迟疑 白虎卫是属于我的组织 有自己的一套福利 每个月工资十万 分配一套一二线城市 黄金地段的房子 价值不低于两千万 另外 会有一家会所专门服务于白虎卫 你有任何需求 都可以联系他们 购买奢侈品 豪车 以及各种需要资质的需求 都可以找他们去办 包括你喜欢的 穿着黑丝袜的女人 会所能替你找来一堆 张元清听的目瞪口呆 评到最后一句是 又觉得 白虎卫对他的看法 顽固 且不够客观了 我是那种好色之徒吗 傅清阳淡淡地说 而我对你们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 我的命令 要高于五星盟 用古代的话说 白虎卫是我的兄弟 也是四兵 当然 我们明面上是 白虎兵重的下下帮派 对方给的太多了 张元清不再迟疑 高声说道 愿意为白虎长笑死 很显然 傅清阳想把他 培养成自身班底 在官方的权力金字塔 往上攀爬 个人的匹肤之勇意义不大 这个豪门公子哥 孤高冷傲 但不会是大家族出身 该会的都会呀 张元清心里如此猜测 他还是问了出来 白虎长招揽我的原因是 很早之前 我就想邀请你 加入白虎卫了 但狗长老说 前提是你能通过大体检 也是我的本意 我一直在等待大体检结束 你是我观察的 一众天才中 最令我欣赏的 说到这里 傅驾少爷神色孤傲 犹如指点江山的 年轻君王 这世上天才很多 但在我的眼里 大部分都是垃圾 林军是天才 可太懒散 烂泥扶不上墙 关雅是天才 但没有一颗强者的心 随遇而安 所以也是垃圾 江经为天赋极高 满脑子却只想着打架 他修行是因为他喜欢打架 而非刻骨相伤 所以还是个垃圾 白虎兵中的女元帅 天赋强盗让人绝望 但他的努力配不上 他的天赋 所以也是个垃圾 张远京听得心惊胆战 心说 白副长 这话可不心说呀 传到皇上耳朵里 是要砍头的 可拙后的人高冷孤傲 仿佛他才是万人之上的 至尊 傅清阳继续说 文士 你和他们都不一样 你有着比同龄人更深沉的内心 更圆滑的外表 以及更刻苦的精神 这是我经过观察得出的结论 两份S级副本报告让我知道 你有着在逆境中 越挫越勇的任性 这一点很累我 这样的品质 比天赋更加重要 张远京忍不住吐槽 累你 好家伙呀 儿臣谢过父皇后爱 他忽然想起官雅曾经说过 父亲杨年少时天赋极差 不受家族长辈重视 被同龄孩子轻视 再联想到刚才的话 以及父亲杨后来的发迹 张远京有点明白 这个孤傲的公子哥 为何会对自己如此青睐了 感谢百夫长栽培 张远京连忙奉上感谢和马屁 离开唐氏医院 张远京没有乘坐李东泽的坐驾 借口学校有课 独自离开 他行走在车流湍积的街边 脑海里反复思考两个问题 一 黑色圆月 我记得圆婷说过 临近行者死后 临近会格式化角色卡 但高等级的临近行者 格式化难以彻底 所以会留下一些特殊 但这股力量是不是太过分了呀 能抵挡高等级规则类道具 绝对是高增色的力量 应该不可能被保留下来吧 也许 这就是太阴们苦苦寻找 魔君传人的原因 或者是原因的一部分 这也是好事 一点点解开角色卡的面纱 总比什么都察觉不了好啊 可惜啊 那股力量不受我控制 我甚至察觉不到她的存在 叶幽神的本能告诉我 那是太阴的源头 象征着隐秘 第二就是 她头疼的救急了 有了这次大提前 我意识到头疼的毛病非同寻常 以前不许深思头疼的毛病 是因为 一个普通大学生能力有限 无可奈何 成为邻近行者之后 我想过 邻近行者里 有没有医生这样的职业 不过 那会儿等级低 职位低 权限不足 再加上 发病频率得以缓解 就没那么伤心 我得问老妈 这钥匙哪里买的了 想到这里 她打开通讯录 拨通了大半年 从不会联系的 母亲的号码 电话很快接通了 扩音器里传来 母亲柔美 但略显强势的声音 园子 有什么事啊 我待会儿要开会了 妈 我的那个特效药 你是哪儿买的呀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是药吃完了 虽然看不到对方 但听声音 张元清就能挠不出 母亲醋眉的表情 有那么一点不耐 药没吃完 我就是想知道 张元清面无表情 语气也是冷冷淡淡 没有往日里的活泼和热情 你那个药是我托一个国外的生意伙伴买的 当时不是跟你说过吗 这药还没上市 处在研发阶段 要不是你身体越来越糟糕 妈实在没办法 是绝对不会给你用这个药的 没想到真的有效 国外的哪家公司 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 你不要把这个药的存在传出去 这属于商业机密 母亲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宣记察觉到语气不妥 柔声说道 妈妈年底会回国过年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不用了 张元清拒绝 那边沉默了一下 做出了一定的妥协 我记得那位朋友 今年会到大陆考察市场 如果你真想了解 就找他问问 妈妈替你说一声 嗯 张元清别腔里发出声音 那没事就挂了 妈妈要开会了 她永远都是这样 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 永远都讨厌低效率的沟通 任何事任何人 包括自己的孩子 都没有事业重要 张元清挂断了电话 她把手机收回兜里 心情郁闷地走了片刻 电话又响了 张元清立刻去摸电话 一看 原来是谢灵溪打来的 她眼里的吸气顿时消失 没好气地接通电话 给你三十秒说完 我这边都是 黑丝大长腿的小姐姐 没空听你瞎避避 原始哥哥喜欢黑丝袜吗 人家也可以穿给你看 谢灵溪嗓音甜美 张元清想了想 摇头拒绝 不 你不用 你穿水手服比较好 扯淡的 我不是想看你穿水手服 赶紧说事 公主姐姐回来了 她要见你 谢灵溪语气低了下去 她的状态有些不对 电话里不方便说 你过来就是了 风拼回来了 她去北方也快一旬了呀 张元清停下脚步 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唐氏医院里 父亲杨站在落地窗前 听着手机说 康阳区的全体成员已经排查完毕 没有暗夜玫瑰成员 也没有被邪恶组织蛊惑 控制的人 狗长老语气低沉地嗡了一声 比昨日好 昨天做体检的是金江区 排查出两个暗夜玫瑰的成员 就地羁押 一番拷问之后 只知道那两人的上级 有可能是官方执事级任务 具体是谁两名成员也不知晓 然而 在此之前 在对底层人员进行大体检之前 狗长老就已经提前一步 召集松海分部的执事 完成了体检 全员通过了 父亲杨沉吟说 暗夜玫瑰又瞒过虎符感知的手段 长老 这其实也是一个线索 狗长老又嗡了一声 能屏蔽虎符的手段不多 暗夜玫瑰首领又是夜游神 我大概知道它处于什么水平了 那是把太阴之力 练到极致的存在 与五位盟主同一个级别的 太阴有两个核心能力 阴性力量和隐秘 这两个能力 其实早就在超凡阶段机能里体现出来了 那就是士灵和夜游 狗长老话锋一转就问他 原始的评估怎么样 父亲杨如实汇报说 孙芝士给出的建议是 暂时不建议寄予太重要的职位 他还需要历练 需要领悟执法者的真谛 至于我这边 问出他曾经和邪恶职业有来往 但那也只是萍水相逢的接触 我认为 他是一个有分寸 有正义感的青年 这不应该成为他的污点 狗长老不予评价 问他 他和什么势力有往来 他说接触的那位 自称无痕大师 狗长老语气明显好转 是他呀 那便不用管了 对了 太医门托你问的话 问了吗 他不是抹军传人 狗长老终于笑了起来 很好 傅家湾邻军挂短电话 嘀咕说道 他真不是抹军传人啊 不依靠船长 却展现出如此变态的天赋 孙长老好像更糊涂了 不管怎么样 原始的身份不用怀疑了 他一门的排查重点可以转移 他进入信息 给孙长老的助手 发了一条告知短信 华语酒店 张远青在女助理的带领下 乘坐电梯 来到总统套房所处楼层 轿箱门一打开 他便看见谢灵溪 翘生生地站在电梯口 等待许久 原始哥哥 小绿茶自动上前 挤开女助理 挽住她的胳膊 一副乖巧妹妹的姿态 她低声问道 公主找我什么事 谢灵溪微微摇头 公主姐姐受伤不轻 她在我房间里 说有事要立刻见你 你赶紧过去吧 受伤不轻 我记得月身事业是 灵精里面的奶妈呀 拥有生产生命原液的能力 她这得受多重的伤啊 什么级别的蛊惑 只要出手打伤她的 但为什么受伤了 还非要见我呢 张远青微微点头 说 把房卡给我 第255集 从谢灵溪手里取来房卡 张远青就来到总统套房前 刷开了房门 提示音后 她拧开门把手 进入房间 摆设豪华的大厅空无一人 张远青顾盼几言 公主 公主 卧室里传来空灵悦耳的嗓音 偷着几分虚落 里边 张远青当即穿过大厅 推开主卧的门 主卧还有一个小厅 过了小厅 她才在靠窗的贵妃踏上 看到了指纱公主 她还是一身古装红裙 胸口袖子和裙摆 用金线绣着云纹 侧卧在柔软的踏上 一条七双圣雪的藕臂 撑着针手 银色面具下的美眸 默默凝视着进来的她 体态很优美啊 面具之下 不知道是一张怎样的脸呢 张远青目光不露痕迹地 扫过裙底露出的 两只玲珑小脚 这是一个不爱穿鞋的女人 张远青在离贵妃 她不远的书桌便坐了下来 听说公主找我有事啊 只杀公主眯眼笑着说 我被兵主教的天王打伤了 短期内难以恢复 敌人追来了松海 我必须要想办法自保 所以我需要你 兵主教的天王居然追来松海了 张远青心里一领 顶到后半去 愣了一下 需要我 需要我替你送死吗 只杀公主轻轻点头 轻松玉指搅着发厮手 我有一件道具 叫做挖黄之拥 它能迅速治愈我的伤势 无论多么严重 效果远在生命原野之上 但使用它 它有一个代价 这个代价我无法支付 所以需要你 原来如此 张远青先是点头 悬起察觉不对劲 是什么代价 非它不可的 不管是张远青 还是原始天尊 都不具备这种特殊性了 于是 它谨慎地提问 什么代价 只杀公主坐起身 双手贴着小腹 淑女坐姿 叹息说道 挖黄之拥的代价是 要救一个人 就必须牺牲一个人 祭品必须是男性 且是献祭者之爱的男人 张远青一个卧槽 刚涌到喉咙口 坐在榻上的红群美人 突兀消失 下一刻 一双冰冷柔软的小手 从身后探来 抚摸张远青的脸颊 柔声说道 你是我的面首 这样的重担 肯定此无旁贷 对吧 说完他红唇清奇 吐出湿热芬芳的气息 张远青浑身吐起 一层鸡皮疙瘩 僵在远处 无法动她 是因为 只杀公主的气息 在压制着她 双方僵持了几秒 她忽然咯咯娇笑起来 笑得花枝乱颤 霓裳抖动 瞧把你吓的 人家怎么舍得陷进你呢 她连步款款 挪回贵妃踏 大红的裙摆 拖叶在地上 我去 张远青缓慢用力 呼出一口气 心里破口大骂 疯癖呀 你他妈就是个疯癖呀 刚才有那么一个瞬间 她觉得自己死定了 张远青压住恼火的情绪 公主 不要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啊 你请我来 到底做什么呀 直纱公主打开衣袖 缓缓坐下 水灵的毛子脸去笑意 语气冷了几分 我是被魔眼天王打伤的 险些死在她手里 她一路追着我来到了松海 我需要你 把这件事情汇报上去 松海分布有五位长老 魔眼也不敢过于招摇 有他们出面 我的压力会小很多 另一件事 她轻轻瞥来一眼 我听说你在阴阳镇里 杀了李显宗 杀得好 无愧是要当我面首的男人 然而 李显宗是魔眼的心腹 他既然来了松海 就一定会清算此事 魔眼天王来松海了 张远青脸色一下变得难看 他脸色难看地 思考许久说 魔眼天王实力如何 只杀公主缓缓说道 没有任何外力相助的情况下 我在她手底活命的概率只有三成 打赢她的概率是零 也就是说毫无胜算 这也太强了吧 只杀公主好歹是主宰器 她是手续之业 又是出入主宰器 而魔眼天王不一样 是资深主宰 张远青暗暗择折 如果我遇上魔眼天王 需要提前准备什么呢 只杀公主看了她一眼 有些没好气地说 准备后事 这 张远青抬起手 这与嘴边咳嗽一声 也是尴尬 我的意思是 魔眼天王擅长什么 弱点又是什么呀 我想多了解她一点 魔眼天王的资料 她肯定是查不到的 主宰器的资料 就算她再了一个A级功勋 都未必能够查 就到了一定的职位 才会开通权限 只杀公主和魔眼天王交过手 情报最真实 且最有实效性 魔眼天王是除修罗之外 唯一把蛊惑之眼 修炼到极致的 她的额头 因此长出树眼 魔眼这个称号 就是这么来的 只杀公主陈寅一下说 讨论她的实力和弱点 没有异议 这个级别的人物 纵使有弱点 你也无法针对 倒是她的性格 你或许可以利用 这家伙是个疯子 奇葩 有你疯 有你奇葩 张远青抓住机会就吐槽 表面冷静沉默 怎么说 魔眼天王还有一个外号 叫奋青天王 因为她对这个世界 这个国家 总是抱着 汗铁不成钢的怒气 她每到一个地方 就会排查当地官员 是否以权谋私 欺压百姓 侵吞公款等 然后收集罪证 等她觉得手里的罪证 足以判处目标死刑 她就会停止 然后找上门 杀掉目标 另外 传闻她嫉恶如仇 看不得世强凌弱 所以 兵主教的成员 都很怕她 有她在的地方 没有一个蛊惑之妖 敢为非作歹 张远清听得目瞪口呆 满脸呆滞 心说 这是邪恶之业 这是上天派来 拯救世界的圣母吧 纸杀公主 淡淡说 你不要觉得 她是好人 魔眼是执念成魔的典型 这样的人 比试杀成性者 更加极端 更加危险 没记错的话 官方给兵主教的 四大天王做过排名 魔眼的危险系数 是最高的 我明白 张远清 神色凝重地点头 以我对邪恶之业的了解 这个魔眼天王 在魏城临近行者前 肯定受过来自 官府的欺压 不 不只是欺压而已 应该是迫害残害 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她的 愤青 每一个邪恶之业的恶 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产出贪官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过于偏激的话 就是另一回事了 张远清点头说 多谢提醒 我大致了解 她是什么样的人了 她心里补充说 虽然 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第二百五十六集 纸杀公主 轻轻汗手说 嗯 没事了 你先出去吧 我休息一会儿 告诉谢灵溪 没事别进来 敢打扰我休息 掉起来打 这里好像是她的房间吧 张远清默默地 喂小绿茶 鸣不平半秒钟 离开套房 她没有耽搁 立刻逃出电话 拨打傅清阳的手机 事关重大 必须汇报上去 傅清阳言简意该地说 说 百夫长的声音 永远都这么冷静 但在我说出 这个消息后的 零点零一秒 我要听见你的失态 张远清低声说 百夫长 我刚从 纸杀公主那里 得到消息 魔眼天王 来松海了 什么 傅清阳语气一变 急速追问说 纸杀公主说的 消息处实吗 向来高冷的百夫长 语气里透着急切 张远清 当即把 纸杀公主的话 简单概括一下 告诉傅清阳 傅清阳 深吸一口气说 我知道了 此人极度危险 我会立刻 汇报给张网 原事 这几日 你不用去单位了 好好待在家里 我这官方成员 都快成缩头乌龟了呀 张远清说 我心里有数 松海接近三千万人口 在真实身份 没有暴露的情况之下 魔眼要找他 说是大海捞针 一点都不夸张 而且魔眼的 首要目标是 指杀公主 原是天尊 这种小喽啰 不过是顺带 众心不在这里 今天开始不去单位 出门办事就一容 问题应该不大 他心里这么想着 挂断了电话 傅家湾 书房里 傅清阳脸色凝重地 拿下手机 会客沙发上的邻军 捏着一粒葡萄 往嘴里面送 漫不经心地说 怎么了 看见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哪个相熟的同僚 成了暗夜玫瑰的成员 傅清阳看他一眼 原始告诉我 英主教的魔眼来送海浪 凌军嘴里葡萄 一下喷了出来 豁然起身 我来送海够酒了 分外想念我的老父亲 择日不是壮日 今天就回京 傅清阳没有搭理他 旋即拨通了狗长老的手机 长老 我刚从原始天尊那里 得到一个情报 他 说说看 磨眼来送海浪 什么 狗长老的声音猛地 拔高几个分贝 语速极快地追问 原始天尊从何处得来的消息 情报可靠吗 魔眼一直活跃在北方 无缘无故 怎么会来南方 傅清阳听着狗长老的语气 忽然意识到 刚才的自己 嘴角轻轻抽搐一下 是指杀公主告诉他的 当即把张元清的话 原原本本地 转述给狗长老 狗长老扮上无言 声音低沉说道 这个情报很重要 也很及时 我会立刻召开 张老会议 商议对付 魔眼天王 当然 也会发一份公告 让那些 屁股不干净的家伙 暂时躲在家里 换成其他天王 狗长老倒也不至于 如此忧心 可魔眼天王不同啊 那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 偏激狂 神经病啊 让原师爷 躲在家里吧 狗长老 叮嘱了一句 便匆匆挂断电话 酒店的旋转餐厅 张元清和谢灵溪 坐在落地窗边 吃着丰盛的午餐 圆桌上摆着火腿片 罗颂汤 鱼子酱 牛排 煎血鱼 鹅肝等等 谢灵溪却没什么胃口 漫不经心地 接着牛排就说 魔眼也跟着来松海了 原始哥哥 你最近一定要 谨慎谨慎再谨慎 魔眼天王 是主宰级的蛊惑之妖 可怕强大 不可战胜 在这样的人物面前 什么天才 什么天赋 都是苍白无力的空谈 张元清自嘲说 我知道 我现在心里慌掉死 他插了一些火腿片 塞进嘴里面咀嚼 不是这些 等一下 我在阴阳镇里 弄了个帮派令 有没有兴趣加入啊 谢灵溪眸嘴一亮 漂亮的小脸蛋 绽放兴奋之色 真的吗 真的吗 原始哥哥弄到帮派令了 赶紧邀请人家 人家要成为 原始哥哥的拥护者 协助哥哥建功立业 帮派令这东西 好处多多 最直观的就是经验加成 虽然不会太多吧 但经验值相生着实力啊 谁会拒绝提升实力呢 这还不算帮派令的其他功能 原始哥哥 咱帮派叫什么名字呀 小绿茶热情地切了一块牛肉 放在哥哥的碗里面 张元清气沉丹田 缓缓地说道 王者归来 王者归来 谢灵溪高兴地拍着小手 有趣是 我喜欢 虽然很老土 但还可以接受 不 张元清摇里摇头 你以为的是帝王的王吧 我本来也想取这个名称来着 但名称被占用 而且我觉得啊 他太老土了 所以 谢灵溪听得芳心一沉 张元清昂起了下巴 王者归来 死亡的王 这 这是什么破名字 这会帮派令废了吧 谢灵溪美眸微睁 狗带了一下 下一秒 他脸庞绽放出 比刚才更加喜悦 更加钦佩的表情 王者归来 原始哥哥不走寻常路 不落俗套 我喜欢这个名字 快招揽我帮扑扑鸡带了 张元清当即打开仓库 点击右上角松锁 以纸带笔输入谢灵溪三个字 选择邀请 下一秒 谢灵溪有所感应 有了 他瞳孔旋即失去焦距 凝视身前属性界面 点击同意 让我看看原始哥哥有什么存货 他兴奢匆地打开帮派仓库 果然发现了几件道具 帮派仓库里面 静静躺着两件道具 一件是外观丑陋的稻草人 做工粗糙 另外一件 形似防狼喷雾 原始哥哥 你能展示一下 道具的属性吗 仓库内的物品 可以公开道具属性 不需要邻近行者亲手触碰 这是帮派仓库的功能之一 有助于成员在仓库中挑选道具 张元清听到 立刻低头吃饭 将来有机会再看吧 为什么呀 给我看看嘛 谢灵溪撒娇 但张元清 就是不理她 烈日当头 小元阿姨开车来到一家 未开业的酒吧 这条街酒吧夜店扎堆 此时都关着店门 还没到营业时间 街角的一家酒吧 却敞开着大门 一辆辆或昂贵或廉价的车子 停泊在酒吧外的车位 下来一位位打扮各异的人士 他们有的西装革履 有的人子拖 气氛裤 有的紧身衣平头 有的裹着黑色大衣 戴着口罩压舌帽 成分异常复杂 小元阿姨停好车 取出手机 把邀请短信 递给门口两位 魁梧安保人员查看 确认短信无误 其中一位光头汉子 在他风雨浮沫的身段 一阵打量 咧嘴笑着说 进去吧 女儿 待会儿有没有兴趣 陪哥俩喝一杯啊 可以啊 如果我心情好 没有杀你俩的话 小元阿姨面无表情地 收好手机 进入酒吧 入门后 是一个宽阔的大厅 摆满圆桌和藤椅 正对着店门的是 长长的吧台 大厅的桌边 坐满了应约前来的 邪恶之夜 小元也是其中之一 他今天收到邀请 内容是 兵主教新委派的画室人 已经抵达松海分部 重开据点 邀请熟客前来捧场 见见面 作为邪恶之夜中的 三大组织之一 兵主教的面子 没人敢不给 而且邪恶之夜们 也确实需要黑市的存在 单独交易 他们都怕被黑吃黑了 小元入座之后 向酒吧的适者 点了一杯金尾酒 默默等待 大概十几分钟之后 一个穿着运动服 额头戴着运动头戴的青年 从后台走了出来 他五官颇为俊朗 笑容阳光 丝毫没有邪恶之夜的 阴冷和力气 可当他出现在众人眼中时 每个人都不愿而同地 心迹了一下 这是一个比天灵灵 更强的可怕的人物 众人不自觉地端正坐姿 收起散漫姿态 笑容阳光的年轻人 环顾大厅 高声说道 今天是兵主教 与松海分布黑市重开的日子 很高兴各位能来捧场 以后这里我照着 大家随便玩 只要别欺负弱小 不要残害无辜 众人愣了一下 心里付菲 这也叫随便玩 青年说 我向你们保证 天灵灵那个破酒吧的闹剧 绝对不会再重演 纸杀公主的行为 触怒了兵主教 兵主教的威望不容侵犯 你们都是松海的土著 从今日起 只要有纸杀公成员的消息 或公主本人的消息 都可以通知我 一条线索奖励五十万 有关纸杀公主本人的线索 确认有效后 奖励五百万 大厅里的邪恶职业们 面面相觑 露出兴奋之色 尽高兴于奖励的丰厚 也对兵主教 针对纸杀公主的行为 产生强烈的吃瓜兴趣 带着运动头戴的青年 继续说 第二件事 替我收起松海分部 原始天尊 坐监犯科的罪证 什么 小鱼阿姨神色一愣 恶然地看向 八台编的青年 原始天尊 坐监犯科的罪证 这样的要求 让在座邪恶职业一愣 想不明白 是何用意 找到原始天尊的罪证 然后举报给五星盟 让官方制裁他 还不如直接找到他 干掉他 简单方便 何必偷了裤子放屁呢 人群里的小鱼阿姨 抬了抬手 淡淡说道 你说的原始天尊 是杀死李显宗的那位吧 为什么要搜集他的罪证 直接杀了他不是更省事吗 魔眼天王望了过来 微笑说道 你不用知道 照办就是 小鱼阿姨微微汗手 又说 什么样的罪证 边上的一位邪恶职业附和说 他杀了李显宗 杀了欧向荣 杀了黑无常 这些算不算 不不不不不 魔眼天王摇了摇指头 露出阳光开朗的笑容 这不是犯罪 这是承恶扬善 我要的罪证是 收受贿赂 滥用职权 欺凌弱小 猥亵强奸女性 但凡犯法的事 我都要 众邪恶职业 面面相去 先说兵主教 新来的话是人 怕不是脑子有毛病吧 只听说邪恶职业 杀人放火 没听说 搜集敌人罪证的 要这东西何用啊 有人高声问 奖励是什么 额头绑着运动 头戴的魔眼天王 笑着说 一条罪证二十万 如果是相当严重的罪刑 五十万 看来因为 李显宗的事 兵主教要针对 原始天尊了 有点说不起啊 不过邪恶职业 杀手续职业 有没有理由都一样 就算没有 有理显宗的事 兵主教 一样会猎杀原始天尊 小渊阿姨沉吟着 又抬来抬手 语气冷淡稳 如果直接杀了原始天尊 有什么奖励 魔眼天王摇头 没有任何奖励 我只要求你们收集罪证 杀不杀他 是我的事 九族范堡 张元清和谢灵溪 并肩离开餐厅 来到电梯口 她适时提出告辞 林仙妹子 你什么时候回散装上 回散装上做什么 回去的话 我会想原始哥哥的 人家舍不得哥哥吗 我打算在松海待到秋天 等螃蟹肥了再回去 谢家每年都要举办和谢宴 原始哥哥 入秋后 你陪我去一趟谢家吧 我妈和爸想见见你 说着 她露出了娇羞的表情 仿佛是在邀请情郎见父母 张元清美好气地心中吐槽 差异是真的高啊 你就庆幸自己17岁吧 等明年你再敢这样跟我说话 你就知道 见凤茶针的哥哥有多可怕了 正说着 她的手机铃声响了 来电显示 魔法阿姨小元 张元清聚听来电 和谢灵溪一起步入轿箱 电梯下行 谢灵溪抵达所属楼层 她走出电梯 回眸挥手 拜拜 张元清嗡了一下 关闭电梯门 离开酒店之后 她逃出手机 回拨小元电话 小元阿姨 兵主教有人在找你 悬赏你的犯罪证据 啥 张元清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不是惊讶兵主教悬赏她 兵主教悬赏她是必然的 但悬赏犯罪证据什么鬼啊 我一个连公开场合 放臭屁都愧疚的 文弱大学生 能有什么犯罪证据 张元清哭笑不得 什么惊慌啊 小元阿姨 简单地把黑市重新开张 兵主教画士人 悬赏纸杀公主 和原始天尊的经过 说了一遍 带运动头戴的青年 悬赏我的犯罪证据 张元清忽然想到了什么 笑容缓缓消失 魔眼天王最近好像来松海了 他额头有数眼睛 他是偏激狂 死愤青 张元清咽了口唾沫 脑子里来来回回就一个念头 怎么办呢 主宰大佬悬赏我了 在线等 急呀 虽然知道魔眼天王 肯定会找他麻烦 但他没想到会这么快 而且不是遇到则杀 遇不到则罢的态度 而是重金悬赏了 被这样一个大人物悬赏 心里压力非常大 张元清就说 小元阿姨 我大概知道那人是谁了 谁 小元听出他语气不对劲 顿时促眉 是兵主教的魔眼天王 他 小元阿姨声音尖了几分 张元清挨莫大于心思地 我杀了李显宗 还要报复我 小元阿姨沉默许久 语气复杂说 不愧是天才 你两个月的精力 比别人两年还要丰富坎坷 刚躲过李显宗的猎杀 好不容易反败为胜 结果杀了小的来了大的 小元阿姨 你就别挖苦了 小元嘴角忍不住勾起笑意 随即消失 胆胆说道 这才只是刚开始 你越出名 想杀你的邪恶职业越多 这是每一位天才的宿命 除非 你能像父亲羊那样 怎样 杀到无人敢找你麻烦 主宰级的行者去之可数 通常是不会去猎杀 低等级行者的 你只要能做到 胜者尽无敌 只要不招惹主宰 基本就不会有事 那也太难了呀 临近行者那么多 有几个像父亲羊这样的呀 张远亲说 小元阿姨 吴恒大师能敌得过 魔眼天王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小元阿姨没好气地说 我从未见过吴恒大师出手 再说了 他也不能轻易出手 你见过他几次 应该知道他状态不对 提到这一事 张元清就来劲了 吴恒大师状态有什么不对呀 你不用知道 也没资格知道 小元阿姨恢复高冷姿态 张元清便不再追问 措辞说道 小元阿姨 我想把黑社的地址 举报给分部高层 让长老们去拜平了 你觉得如何 搜主意 首先 魔眼天王既然在那里公开露面 那他短期之内 就不会直接现身了 多半是暗中控制 不要小看一个主宰的智慧和谨慎 其次 这次邀请的邪恶职业 黑社那边都有信息 一旦魔眼天王 发现黑社被人给端了 他怀疑的对象 肯定是今天到场的人 那样 我会很危险 最后 你怎么知道 魔眼不是在钓鱼呢 张元清皱眉沉思 小元画风一转 弗吉他呢 也不是不小 但要等机会 现阶段不合适 张元清说 我明白了 小元阿姨 帮派的事情考虑得如何了 小元矜持了一下 让我再想想 说实话 我并不是很愿意 而且吴恒大师 也不想我和你来往太过紧密 吴恒大师不同意 这种层次的大佬 不是一般的难填的 要是能填好了 以后就有保障了 张元清到完谢之后 挂断了电话了 吴恒宾馆 小元把车停在宾馆外的车位 掏出钥匙 打开U行锁 他进入柜台后的更衣室 脱掉便服 裤子 更衣室里有一面全身镜 镜子里映照出 穿着黑色蕾丝内衣的风雨身段 风腰翘臀 圆润修长的眉腿 闻胸脱起 深深的白腻沟壑 再加上冷艳的五官 只要是对异性 还保持兴趣的男人 看了都会异动吧 但小元阿姨魂不在意 甚至没有看一眼全身镜 麻溜地换好宾馆的服务员的便服 这才看向镜子 正了正领子 离开更衣间 小元走出前台 拿上员工卡 乘坐电梯上行 电梯在三楼停了下来 他走出轿箱 刷开306式的房门 握住门把手的刹那 小元阿姨脸色微变 侧耳倾听了几秒 急忙闯了进去 房间空无一人 洁白的被褥整整齐齐 就像一间无人居住的空房 小元顾叛一番 靠窗的小桌上 一瓶矿泉水压着一张便签 他沉着脸走到桌边 拿起便签 上面字迹工整地写着 小元 我去送海报仇了 不要找我 不要拦我 这次我会悉心准备的 不是去送死 我这死活的东西 小元胸脯剧烈起伏 深呼吸了许久 才压下翻涌的怒气和担忧 晚餐时 张元清看了眼心事重重的表哥就说 哥 你眉头再皱下去 我得喊你爷爷了 话音方落 被外婆削了个头皮 是遇到案子了吗 坑吃干饭的小姨插了一嘴 陈元军眉头紧锁 叹息说的 最近确实接到一个案子 有人举报我们署长 贪污受贿 为一些金融公司提供庇护 专门针对学生和缺钱的人提供资金 嗯 就是高利贷 几年下来 已经逼死六个人了 他们还胁迫还不起钱的女学生接客 不提了不提了 张元清听的是眉头直竖 想上头举报啊 这有什么苦恼的呀 陈元军看他一眼 没说话 不怎么爱说话的外公耻笑了一声 举报过了 没用 对吧 陈元军汉手说了 元子 外公以前就干过这事 举报没成功 还被上次穿了小鞋 张元清回忆一下 好像还真有这件事情 那会儿年纪不大 不了解来龙去脉 只记得外公某次在家里破口大骂 家里的碗都给他摔了好几次了 外公淡淡说道 元军说的这些 恐怕是最轻的了 背后一定还有更多更严重的案子 举报不成功 是因为存在多方的利益疏速 习惯就好 外公说得平淡 但张元清在最后四个字里 听出了心灰意蓝 在治安署里混了大半生的外公 最清楚里面的门门道道了 张元清语气随意地问 哥 你们治安署长叫什么名字 周焰 哦 他默默低头吃饭 记下这个名字了 虽然五星盟和治安署分数不同的权力机构 各自为证 他想走官方途径调查这个周署长 几乎不可能 但他可以利用零进行者的能力 暗中调查收集政权 可惜 近来要苟在家里面 不能去单位 吃过晚饭 舅舅前来敲门 夜店老爷还是那身风骚装扮 圆子啊 我来一下 舅舅招呼外省到餐桌边坐下 掏出皮夹子 抽出一千元的红彤彤的纸巢 这是你舅妈给的 也不知道他抽什么风 突然说要对你好一点 还说是我敌意的 奇怪 我明明没那么说过 谢谢舅舅啊 张元清开心的接过 假装没听见舅舅后半就还 舅舅高兴的说 走 去我那边跳舞吧 哦 对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 这段时间总觉得钱包里的钱经常变少 都不太够用了 舅舅真是个傻白甜啊 到现在都没发现 每天钱包被偷 张元清心虚的同时 默默嘲讽舅舅 所以你舅妈给的钱 借舅舅五百吧 舅舅大力拍打外甥的肩膀 毕竟舅舅一手把你培养起来 也很辛苦的啊 不见 张元清冷漠无情地拒绝 并护好自己的钱 舅舅看了他一眼 你已经借了 已经借了 张元清一愣 猛地反应过来 先说 舅妈给的是一千五 舅舅这个狗东西 已经坑了我五百 舅舅满意地拍了拍外甥的肩膀 不要这个表情嘛 下个月还你 我先回去了 有空过来切磋五计 不用还了 我的儿子会替我爆出血恨的 张元清咬牙切齿想着 穆松舅舅离开 张元清走到小姨卧室门口 轻敲两下说 小姨 晚上来不来我房间打游戏啊 好啊好啊 小姨娇声回应着 厨房里洗碗的外婆探出脑袋 瞪一眼外孙 又从女儿房门喊着 玉儿啊 大妈也一起玩吧 啊 妈你又不会玩游戏 哼 你们打游戏 我打你们 房间里面突然就没了声音 张元清默默转头离开 回到自己卧室 张元清往床上一躺 思考着如何对付摩掩天王 放任摩掩在松海待着 不是很保险呢 总觉得心里不安 随时都会被上门抄水表啊 张元清有些头疼的捏捏眉心 被一位实力强悍的主宰盯上 没有安全感是必然的 虽说松海人口众多 应该没有那么巧 可万一呢 那可是主宰呀 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手段呢 先发制人的机会只有一次 那就是 当他出现在黑市时 无畏长老一拥而上 合力杀死摩掩 再有只杀公主 这个封批才与 六大主宰杀一个摩掩 不成问题吧 再不行 从小绿茶那里 借入梦御府 请来无痕大事 如此一来 摩掩不死就没天理了 我得提前先联系好 五位长老 并制定详细计划 然后就是守株待兔了 这件事情 可以让父亲养出 唉 造孽 在副本里显向还生就算了 回到现实里 还是如履薄饼 人太出名 未必是好事啊 容易被邪恶之人盯上了 浦宁区 夜幕深沉 晚风熄熄 破旧居民楼 带着运动头戴的青年 攀登台阶 来到五楼 敲开了破旧的防袋门 你是 门里一个头发花白的 中年男性 脸色沉郁 魔眼天王 微笑说道 是你举报周燕女士贪污受贿 充当放贷势力的保护伞 控制压榨在校学生 社会人士多达十人 对不对 另外 她还以权谋私 为配偶及亲戚开绿灯 倒卖项目 非法牟利数议 中年男性脸色一变 猛地关上门 但门关到一半 就被一只脚给卡住了 你 你想怎么样 我告诉你 街坊邻居都在 你别乱来 中年男人满脸恐惧 愤怒和屈辱 叫道 我的腿被你们打断了 你还想怎样 还想怎样啊 你敢动我一下 我就跟你拼命 她展现出小人物 最后的觉悟 魔眼天王 笑容不变地说 我正在收集周燕的犯罪证据 不介意的话 我们进屋谈谈 第二百六十集 你是治安署的 还是纪律委员会的人 中年男人一听 警惕和敌意稍减 狐疑地审视着她 魔眼天王眼里 红光一闪而逝 微笑说道 你认为什么 就是什么 她的话仿佛蕴含着 某种让人信服的力量 中年男人眼神空洞了一下 玄机露出欣喜之色 连忙让开 通往房内的路 惊喜说道 原来是纪律委员会的同志 来来来 里边请 你们总算来了 魔眼天王 矜持地点头 进入屋子 在客厅沙发坐下 他随意地扫过厅内布局 家具简单而廉价 一眼望过去 找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更没有智能家居这种玩意儿 我已经看过你递交的资料 但现在想听你再说一遍 茶漏不缺 魔眼天王 接过中年男人 递过来的一次性杯子 抿了一口茶水 其实 他是通过黑市的下属们 打探到这里的 魔眼天王来松海的第一件事 就是命令潜伏在松海的教众们 去收集贪污腐败的信息 官职不论大小 但事一定要大 如果说尸杀是蛊惑之妖的瘾 那么这个 就是魔眼天王的瘾了 若长时间不杀贪官 不杀欺男霸女的恶棍 他就会无法控制内心 毁灭世界的欲望 从而沦为 失去理智的杀戮机器 中年男人说 好的 浦宁区的很多金融公司 就是放高利贷的 都是收到了康阳区 治安署署长 钟燕的庇护 不同规模的金融公司 对应的目标群体也不一样 资本雄厚的金融公司 向中小企业放贷 下一级的金融公司 则面向一些有资产的人士 另外 他们还不是一般性质的借贷平台 他们开设赌场 骗人进来赌博 设杀猪盘 每一个进来的人 到最后都会输得倾家荡产 然后他们趁机放贷 为了确保放出去的钱 能收回来 这些金融公司 培养了很多打手 每天收债 每天去欠债人家里闹 报警也没用 因为上面有人罩着 最多关几天就出来了 然后再继续收债 直到把欠债人 逼得卖房或跳楼 哦对 他们圈里流行着一句话 人死债青 我儿子 就是这样被他们逼死的 他是商学院的学生 被骗进赌场 就陷进去了 赌博来钱太快 大起大落 尝到甜豆后 哪里还能正儿八经地过日子 我听儿子说 有金融公司 专门挑大学生下手的 他们学校很多学生 都是这么中招的 其中包括女学生 对了 那些金融公司私底下 还组织卖淫 控制着很多欠债的女学生 摩眼天王安静地听着 神儿点头 神儿抿一口茶水 不知不觉 一杯茶见底了 他这才起身 说 你的反馈我已经收到 感谢配合 中年男人一愣 等等 我还有证据没给你呢 我去拿 说着 一拳一拐地走向卧室 等他拿着证据出来 发现年轻人已经离开了 又是一个走过场的 中年人愤怒地一拳打在墙壁 玄机愣住了 那这才想起 那个年轻人并没有市民身份 甚至没有承认是官方人员 甚至怎么会让一个外人进屋 还跟他说了这么多 这天傍晚 张元清正与老司机发信息聊天 张元清说 单位最近没事吧 你有没有被人跟踪啊 要不还是别上班了 去父亲阳的别墅里面躲一阵子 你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杀死主宰吗 召集五位长老以多欺少 是以某种合理的方式 让对方的道德值清空 让临近公布他的实时位置 全程通缉 具体实行方法呢 很简单 在体内植入某种被杀就会爆炸 或者释放有毒气体的装置 然后身处闹事之中 魔眼天王只要杀我 就会有一群普通人陪葬 按照道德值的惩罚机制 他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被扣除道德值 卧槽 还能有这样的操作啊 背后逻辑是什么呀 他对道德值的惩罚机制 不是很了解 只知道杀人扣除十点 偷窃抢劫则在十点之下 造成重大伤亡的则另算 官雅回复说 很简单 携带亦然亦暴物 是我的权利 只要我不用来杀人 就不会被扣除道德值 而只要我死于爆炸前 我就不会被扣除道德值 因为爆炸是在我死后产生的 死者不再扣除目标群体之内 当然 必须确保爆炸是被动 是因为魔眼天王杀了你 才触发这个被动 如果你在死前主动引爆 那就和魔眼天王无关了 张元清大概听懂了 简而言之 就是通过道具或者其他手段 自己施加一个死亡 就会造成大爆炸的buff 且涉及到一个主观与客观的概念 举个例子 比如红武鞋是一件主人死后 就会立刻爆炸的道具 这是道具的特性 无法更改 客观存在 那么魔眼天王杀死他之后 红武鞋爆炸 造成无辜者死亡 酿造惨剧的魔眼天王 就会扣除道德值 反之 如果张元清在身上绑了定时炸弹 企图和魔眼天王同归于尽 结果炸死周边的普通人 那这和魔眼天王无关 一切都是原始天尊的责任 张元清说 所以呢 狗长老给我们二队成员 发了爆炸花的种子 一旦我们心脏停跳 种子就会爆炸 威力相当于是十颗高爆手雷 当然 这个手段 这个手段主要是用于震慑 自保 是无奈之举 爆炸花的种子 是客观存在的灵境植物 宿主死后爆炸的特性 与主人无关 宿主并不存在 主观上害人的念头 张元清说 我总觉得 道德值的设定很违心呢 这骚操作 是狗长老想出来的 是好几代灵境行者 通过实践 摸索出的规则 这方法 邪恶职业也知道 狗长老不当仁子啊 居然拿我心爱的 关雅姐当亲子 我这就去找他要个公道 几分钟之后 张元清说 你怎么不说话了呀 我在等你给我讨回公道啊 下次一定 对了 元氏 你是不是加入傅青阳的白虎卫了 白副长百般肯求 直言白虎卫 如果失去我这样的天才 将沦为不入流的小帮派 他希望我能跟他一起 重振白虎卫的荣光 扬名立万 我转发给傅青阳了 姐姐 有话好说呀 我待会有事 不跟你下车 是这样 六月是大型杀戮副本 不出意外 应该是六月中旬开始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按照五行盟的惯例 六月初 总不会举办擂台战 试炼战等 邀请超凡 胜者阶段的高手参与 一方面是挑选出 未来培养的种子选手 另一方面 是为了大型杀戮副本座预热 以你的名声和资质 肯定得参加 回头记得看看资料 五行盟超凡阶段的强者 还是很多的 嗯 就是不知道 今年太医门会不会参与